第二千四百四十一张善因善果 是苏子墨 凌落说道 听到这个名字 凌湛和凌龙仙子两人对视一眼 面露异色 两人自然知道苏子墨是谁 但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这里面会与苏子墨扯上关系 凌落便将三清玉侧密境中发生的事 一五一时地说了一遍 凌落道 若非有苏子墨的帮忙 我根本夺不到九转海洋丹 这颗无忧果 也是他直接送给我的 凌龙仙子道 没想到 这孩子已经伴入乾坤书院 修为境界也不错 还拥有无忧果这样的宝物 是啊 凌湛也面露欣慰 道 看来他在上界 已经算是站稳脚跟了 哼 凌磊轻横一声 嘟囔道 我看那人平常得很 他帮助妹妹 八成也是另有图谋 凌湛目光一横 道 要说什么 就光明正大 坦坦荡荡地说出来 在背后议论算什么 凌磊道 你们自己问凌落 他跟那小子什么关系 反正我感觉 那人配不上妹妹 凌湛和凌龙仙子都听出凌磊的言外之意 两人同时看向凌落 难道自己的女儿真跟苏子墨有 凌落一脸迷茫 望着凌磊 问道 哥 你在说什么 我与苏道有萍水相逢 他又帮助过我 我俩还有什么关系 咦 你不是说 他是你道旅吗 凌磊连忙说道 凌落翻了个白眼 满脸无奈 道 当时宋玄逼着我跟他弟弟成亲 我就随口一说 我的傻哥哥 你还当真啊 凌磊背对得满脸通红 轻壳一声 道 你对他没意思 这是对的 但那小子看你的眼神 肯定有问题 凌龙仙子一听 就知道这里面是有点误会 但很快 他轻轻皱眉 突然问道 洛人 你刚才说宋玄逼着你成亲 是怎么回事 提及此事 凌磊和凌落对视一眼 两人的脑海中 同时浮现出那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紫袍人 站在浪风城上空 磨艳滔天 不可一世的场景 两人的眼中 都略过一丝惊惧之色 凌落深吸一口气 便将自己与苏子墨从玉轻遇测离开之后 前往浪风城发生的事描述一遍 听到两人被软禁之时 凌龙仙子就推测出来 对方的图谋 肯定是为了凌家和战国 既然如此 欲消仙欲必定会仔细谋划 万物一失 又怎会让这两个孩子回来 凌落继续说着 当说到凌蕾被宋玄偷袭 中了一招玉碎掌的时候 凌龙仙子神色凝重 这个局面 应该就是他推演出来 那个最坏的结果 按理来说 两人绝对没有可能逃离浪风城 但后来 似乎出现了什么变数 说到这里 凌落突然顿住 似乎有些惧怕 看向不远处的凌蕾 凌蕾身吸一口气 道 就在这个时候 大殿外来各一个人 改变了整个局势 此人来自魔狱 近年来崛起了强大魔头 天荒宗宗主 荒芜 嗯 听到这里 灵战和玲珑仙子都是轻移一生 神色有些古怪 灵战曾经下界 自然知道荒芜力道 不武苍生之事 他也清楚 这个荒芜就是苏子墨的道号 对于这件事 玲珑仙子也一亲二楚 灵蕾见灵战和玲珑仙子神色有异 便下意识地问道 父亲 母亲 你们也听过此人 他创立天荒宗 是不是与你们曾经的天荒大陆有关 嗯 玲珑仙子模棱两可地回了一句 道 你继续说 灵蕾便将荒芜出手 与五大仙城之主 数千为真仙强者大战一事 讲述出来 灵蕾道 书来奇怪 这个荒芜出手凶残 冷漠无情 但他每次出手 似乎都有意避开我和妹妹 灵战和玲珑仙子对视一眼 两人心中暗道 看来这个荒芜就是苏子墨 他知道你们这两个的身份 又怎会伤害你们 灵战和玲珑仙子意识道 似乎荒芜的身份在上界属于一个隐秘 而在灵蕾的描述之中 苏子墨与荒芜没有任何联系 两人也没有将此事说破 隐瞒下来 没想到 这个荒芜竟然成长到这般地步 玲珑仙子感慨一生 灵战也点点头 有些唏嘘 当初灵战下界 救过人族 玲珑仙子曾出手 救过飞生中的苏子墨 当时的两人 谁都没想到 曾经种下的善鹰 会在今日得到这样的回报 因为荒芜 灵蕾兄妹两人完好无损地回来 而灵战又得到 九转海洋丹和无忧谷两件宝物 灵战道 只是数千年的时间啊 真是无法想象 未来他会达到怎样的境界 只有灵战和玲珑仙子清楚 苏子墨飞生至今 还不到万年时间 灵战仙子看了一眼灵蕾 笑道 蕾人 你平时心中自傲 看清天下真仙 如今遇到荒芜 才知道差距吧 灵蕾沉默半嗓 才道 对上此人 我确实敌不过 此人是我修行以来 遇到过最强大的对手 只是 他的战力虽强 但手段却太过凶残 非我正道 要不然 我真想与他认识一下 他哪里凶残了 旁边的灵落突然说道 你没有发现吗 死在他手中的 都是那些吃了血桃的真仙 即便是最后那道地狱之火中 也有不少真仙 没被地狱之火波及 我有留意 这些真仙都没碰血桃 灵蕾心中一阵 点头道 如此说来 那些人倒也算是死有余辜了 就在此时 灵战突然问道 你们两个跑过来 那荒芜怎么办了 你们将荒芜留在浪封城了 提及此事 灵蕾心里发失 不敢抬头 说话 灵战面露怒容 大喝一声 灵蕾连忙跪在地上 解释道 父亲息怒 我只是担心 荒芜杀了那么多人 欲消仙欲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若带着荒芜回来 他会给我们灵家 给战国带来灭顶之灾啊 灵战眼中怒气不减 道 所以 人家救了你们的性命 你就这么对待自己的救命恩人 我给你取名磊 给你妹妹取名落 就是想让你们行事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你们独自逃走 至荒芜于河地 内心可有半分愧疚 第二千四百四十二章背后高人 灵蕾心中也有些委屈 道 父亲 荒芜前往玉 萧仙欲 是为了他身边的一个道童 救下我们 也只是巧合 阴差阳错而已 你还在狡辩 灵战脸色一沉 突然伸手 将踏前的大脊拔起 这个动作 让灵蕾 凌落两人心头一惊 就连灵龙仙子都吓了一跳 灵蕾上前 挡在灵蕾的身前 呵斥道 蕾人 还不认错 就算荒芜并非为了救你们兄妹 你也不该将他独自留在那里 我既然送给你传送玉符 你完全可以带着他一同回来 灵蕾见父亲动了真怒 生怕父亲因为动怒而牵连到伤势 灵蕾说道 父亲 我知错了 您别生气 灵龙仙子也劝慰道 你先别急 毕竟荒芜生死还是未知 或许还有希望 能有什么希望 灵蕾怒气未消 指着灵蕾道 他也说了 玉霄仙玉的仙王已经察觉 届时仙王降临 荒芜不过真仙修为 如何幸免 就算荒芜有传送玉符这类的宝物 有仙王在场 都很难有机会释放出来 在场几人沉默下来 都清楚灵蕾所言不错 灵蕾伸手轻轻啰顺着灵战背心 小心安抚道 父亲 或许这位荒芜吉人天象 活下来也说不定 玉露仙子心中一动 道 我想到一件事 荒芜的出现 应该就是我推演中 那个变数 连我的六人神客 都无法推演它的存在 它身上并有其他过人之处 转念至此 玉露仙子从除雾袋中 拿出一道传讯符录 沈生道 去探查玉霄仙玉 让封城关于荒芜的消息 有什么情况 立即禀报 对于战国这样的仙国 都有一群修士专门收集各地情报 玉露仙子有些埋怨地 看了一眼灵战 神士传音道 雷人也是担心你 情急之下才做了错事 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 灵战冷恒一声 道 人家救了他 他没有半点感激之心 反倒独自跑回来 若荒芜葬身浪封城 就等于是雷人间接害了人家 铸成这般大错 我就算 就算什么 玉露仙子将其打断 道 你还真要杀了雷人 偿命不成 别说荒芜如今还没有消息 就算荒芜身允 也不至于此 灵战怅然不语 过了一会儿 玉露仙子再度神世传音 有些疑惑地问道 我记得当年苏子墨飞升之时 有两大真身存在 但其中一具拥有龙皇血脉的真身 被云幽王毁掉 只有造化清廉之身信念 这个荒芜又是怎么回事 灵战皱眉道 我也不清楚 目前看来 这个荒芜 似乎比苏子墨的造化清廉之身强大得多 玉露仙子道 嗯 如今他是魔玉天荒宗宗主 连风残天都在他麾下 提及风残天 灵战神色稍缓 露出一丝笑容 道 真没想到风兄竟然没死 而是被囚禁在大晋仙国 如今脱困而出 在魔玉的已踏入洞天境 成就先王 说到这 灵战又轻叹一声 有些落寞 道 我们与他也有许久未见了 只可惜 我伤势未遇 脱不开身 当年飞升的那些天荒故人 这么多年过去 如今怕是只剩下我们三人 哎 玲珑仙子安慰道 好在天荒大陆 还有苏子墨这些后起之秀 我们未曾完成的事 或许他们能做到呢 希望如此 灵战应道 突然 灵战似乎想到什么事 眼眸中寒光一闪 传音问道 对了 当年怎会如此巧合 正好赶在苏子墨飞升之时 云幽王现身对他出手截杀 云幽王肯定没有这个本事 玲珑仙子审声道 应该是有高人在背后指点 施展无上秘法 推演天机 计算出苏子墨飞升的时间点和落脚点 从而出手截杀 即便是我 也做不到如此精准 我只能大概推演出苏子墨有此一劫 所以去得晚了些 灵战直接问道 天界谁能做到 此人倒也未必来自天界 玲珑仙子道 上界三千 广袤无边 其人一者无数 能做到这一点的 大有人在 至于天界 据我所知 却有一人能做到此事 只不过 不过什么 灵战追问 玲珑仙子道 当初出手截杀苏子墨的除了云幽王 还有第二个人 此人衍生 并非是我方才所说的那的天界中人 会不会是动用了某种改头换面的秘法 灵战问道 玲珑仙子摇头道 不会 我们修为境界相差不多 他若动用这种秘法 我能察觉到 灵战沉吟道 如此说来 云幽王身边的那个人 应该是来自天界之外 玲珑仙子若有所思 眼中略过一抹忧色 道 我现在担心的 是另一种情况 什么意思 灵战神色一动 听出玲珑仙子的话里似乎有言外之意 玲珑仙子正要解释 大殿外面传来一道喊声 声音交集 且微微颤抖 似乎发生某种大事 显得极为震惊 报 玉霄仙玉有消息传回来了 请供几人精神一震 玲珑仙子 玲磊 玲珞纷纷纷起身 神色有些紧张 玲磊更是坠坠不安 他心知 荒芜多半凶多极少 这个消息传过来 他必定会遭到父亲严厉的惩罚 转眼间 一位护卫冲进大殿 气喘吁吁 对着玲珍等人公申行礼 不必多礼 荒芜怎么样 玲珑仙子直接问道 这位护卫道 荒芜已经离开浪封城了 什么 玲磊心中一阵 难以置信地问道 他活着离开的 这位护卫点点头 道 据说当时有仙王降临 这位荒芜扛住仙王一击 在仙王的眼皮底下 将浪封城城主宋玄击杀 思 林磊 林洛满脸震惊 倒吸冷气 那的护卫继续说道 随后有十几位仙王降临 这个荒芜既出阵御顶 打破虚空 进入空间隧道离开了御霄仙玉 林磊 林洛兄妹俩瞠目结舌 听得一愣一愣的 荒芜扛住仙王一击 还在仙王的眼皮底下 击杀宋玄 然后 荒芜在十几位仙王的注视下 跑 跑了 两人离开之后 居然发生了这种事 第2443章振折九霄 别说是林磊兄妹 就连林湛和玲珑仙子 两人都是惊喜交加 不敢相信 但两人见多是广 想到荒芜身上显露出来的种种益促 倒还能保持镇定 林磊满脸惊疑 脑海中被这些消息冲击得有些混乱 一时间转不过来 他尽可能地整理头绪 问道 不是 你先等惠尔 那荒芜不过是真仙 如何能打破虚空逃离乱封城 玲珑仙子道 若是荒芜手中有郑玉顶 应该已经执掌阿比地狱 与阿比地狱之间建立通道 可以随时回到那里 郑玉顶不是在 林湛曾听玲珑仙子提及 当初苏子墨飞升得以幸免 就是因为藏身于郑玉顶之中 但他话未说完 就想到苏子墨与荒芜本就是同一个人 郑玉顶在荒芜的手中 就不足为奇了 林磊仍感觉有诸多迷惑 无法理解 追问道 不是 那十几位先王降临 就这么看着荒芜离开浪封城 没有一点动作 有的 有的 那位护卫连忙点点头 说道 有一位先王盛怒之下 直接追了过去 然后 说道这 这位护卫突然咽了下口水 似乎心有余悸 然后什么 林磊等不急地问道 这位护卫道 然后 没过多久 这个先王就死了 呃 林磊 凌落两人目瞪口呆 下巴差点掉在地上 先王这种在上界 近乎巅峰的存在 居然 死了 而且还死得不明不白 林磊下意识地看向 林战和玲珑仙子 一脸迷惑 玲珑仙子听到这个消息 得知荒芜无恙 也放松下来 玩耳一笑 解释道 荒芜打破虚空 回到阿比地狱 那位先王也跟着追了过去 阿比地狱是何等凶险之地 帝君级别的强者 都无法活着出来 荒芜有阵御顶守护 自然没有危险 那的先王跑进去 不等于送死一样吗 原来如此 林磊恍然 那的护卫微微咧嘴 道 听说这一战 玲珑仙玉元气大伤 真仙强者损失惨重 陨落大半 五大仙城之主全部身允 九霄大会的真仙榜 肯定没机会搅逐了 林战满脸笑意 赞叹道 以一人之力 将玲珑仙玉闹了个天翻地覆 重创真仙界 让其促万年都难以恢复 又全身而退 当真厉害 这一战 荒芜必将扬名天界 振折九霄 玲珑仙子笑道 其实荒芜之名 早在千年前 就已经传遍天界 度时重天节 灭百万魔君 又斩无上真魔 这些足以让其名震天下 只不过 这些传言 几乎无人相信 这一战 有无促修士见证 荒芜大闹浪封城 击杀数千位真仙 斩杀五大仙城之主 坑杀仙王 全身而退 从今以后 天下间的天骄妖孽 怕是再无人敢侵蚀她了 灵蕾见父亲 母亲对荒芜极为欣赏 无令赞美之词 心中不禁有些吃味 她也确实佩服荒芜的手段 但从小到大 她在同龄人中也极为优秀 父母却从未这般夸奖过她 更何况 灵战 玲珑仙子就在她的面前 这般夸赞荒芜 她心中更加不适滋味 灵蕾道 荒芜的战力确实强大 但形势未免有些鲁莽 只顾热血快意 却不懂得顾全大局 她此番硬闯浪封城 固然杀了个痛快 扬名天下 可以彻底与玉霄仙玉结怨 我断定 玉霄仙玉肯定会有大动作 对荒芜 还有她背后的天荒宗展开疯狂暴富 荒芜有阵御顶 可以随时躲到阿比地狱中 但她的天荒宗怎么办 她的这个举动 会给天荒宗带来灭顶之灾 灵战和玲珑仙子对视一眼 暗自点头 灵蕾所言 不无道理 怎料那个护卫听到这里 却摆了摆手 道 不会的 据说玉霄仙玉那些仙王决定从长计议了 啊 灵蕾又蒙了 瞪着双眼 问道 怎么可能 数千位真仙 五大仙城之主 一尊仙王 这样大的损失 深仇大恨 玉霄仙玉决定这么算了 那护卫答道 具体原因没有探查出来 听说好像是跟什么面具有关 玉霄仙玉确实没有任何复仇的动作 只是在重建浪封城 那些仙王也都各自回去 再也没有现身 面具 灵蕾一脸迷茫 下意识地看向灵湛和玲珑仙子 他感觉这半个时辰以来 自己的认知 在被不断挑战 已经无法正常思考问题了 玉霄仙玉的反应 也出乎灵湛 玲珑仙子的意料 面具 面具 玲珑仙子轻难一生 什么面具 会让玉霄仙玉的仙王如此忌惮 难道 他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与此同时 灵湛似有所悟 对玲珑仙子点了点头 道 应该是了 恐怕只有那张面具 才会有如此大的威慑力 玲珑仙子突然笑了笑 道 没想到啊 这位荒芜的身上 还有这么多的隐秘 不知道他跟那位是什么关系 玲珑大笑一声 道 玉霄仙玉算是吃了个哑巴亏 只能忍下来 玲露在旁边听得入神 始终没吭声 此时才反应过来 忍不住拍着手掌 赞叹道 这个荒芜好厉害啊 同龄之中 他从小最崇拜的就是玲磊 但如今 他突然发现 与这位魔狱的荒芜一比 自己的哥哥逊色许多 玲露笑嘻嘻地拍了拍玲磊的肩膀 也遇到 哥 跟人家一比 你好弱哦 玲磊正垂头丧气之际 突然又被自己妹妹这样捕了一刀 戏血攻心 一口气倒不过来 差点被过去 玲磊搭拉着脸 没好气地说道 你的眼光也好不到哪去 你看上的那的苏子墨 比这个荒芜也差远了 谁看上他了 玲露争辩道 玲磊撇撇嘴 故意奚落玲露 不屑说道 别说跟荒芜比 就那的文弱小书生 比你哥我都差了十万八千里 玲露连忙跑到灵战和玲磊仙子身边 撒娇告起壮来 爹 娘 你们看他 又来欺负我 玲露和玲磊仙子对视一眼 玲露冷笑 美好气地瞪了玲磊一眼 玲露仙子微微摇头 意味深长地说道 磊人 你可不要小瞧别人 或许有一天 你发现自己错得太多了 第二千四百四十四张草木皆兵 玲露依偎着灵战 催促一声 爹爹 你快将酒转海洋丹和无忧果服下吧 还不知道这两样东西 对您的伤有没有用 灵战神色温和 有些宠溺地望着玲露 笑着说道 我的宝贝女儿千辛万苦 历经磨难找回来的灵丹妙药 肯定有用 有这两样宝物相助 要不了多久 我的伤势就能痊愈 修为恢复如初 太好了 玲露欢喜地跳跃起来 这对她而言 是最好的消息 这些年来 眼看着父亲重伤缠身 母亲日夜担忧 她心中也十分难过 只是不知如何去帮忙 如今这个问题 终于圆满解决 玲磊也是满脸惊喜 方才心中的不快 早已消失不见 与父亲的身体相比 那些根本不算什么 小妹 这次你可立了大功 玲磊笑道 今后我再也不欺负你了 你敢 玲露扬了扬下巴 神情傲娇 玲露仙子笑着说道 行了 你们出去玩吧 别进来打扰 尊命 玲磊 玲露两人意识到 父亲即将闭关疗伤 连忙行礼告退 请供外转来一连串欢快的嬉笑声 这种笑声 已经许多年未在战国的王宫中出现了 请宫内 望着两个离去的孩子 玲磊仙子脸上的笑容 渐渐消失 他转头看向玲露 目光温柔 却漠然不语 玲露伸出大手 轻轻握住玲磊仙子的手掌 轻声道 你知道了 玲磊仙子点点头 道 你的伤是我最清楚 只是九转海洋丹和无忧果 根本就不了你 灵战自知瞒不过玲磊仙子 便洒泼地笑了笑 道 也不尽然 无忧果能治愈原神 能帮助我恢复一些 若是运气好的话 估计战力可以勉强达到洞天境 比之巅峰状态 自然差了一些 玲磊仙子垂手不语 眼眶却微微发红 巅峰时候的灵战 乃是凝聚大洞天的绝世先王 而且是绝世先王中的顶尖存在 巅峰的灵战 可以统一一方先国 无惧一切挑战 而如今 就算运气好 也只能勉强恢复到普通先王的层次 这之间的差距 犹如云泥 这样巨大的落差 对灵战的内心 又是怎样一种折磨 灵战道 我没跟两个孩子说实情 也是不想让他们担心 这些年来 这两个孩子也跟着担惊受怕 承受了太多 好久没看到他们这般开心了 我知道 玲磊仙子偷偷是去眼中的泪水 强笑道 其实 这样也好 将你伤势痊愈的消息传出去 对外面一些蠢蠢欲动的事例 也是一种威慑 他们不知内情 便不敢轻举妄动 灵战点点头 只是眼底深处仍有一抹无奈和苦涩 清难道 就是不知 此事能瞒多久 玉硝仙玉浪封城一战的消息 在九硝仙玉之间迅速发酵传播 不到五天时间 就已经传遍天界 荒芜一战成名 在九硝仙玉和极乐净土掀起极大的震动 魔玉早就盛传荒芜之名 倒还算平静 但听闻荒芜孤身前往玉硝仙玉 大开杀戒 也引得无数魔羞为之疯狂呐喊 听说了嘛 魔玉诞生一位绝世魔头 我知道 此魔度时重天节 灭百万魔君 斩杀无上真魔 孤身闯入玉硝仙玉 大闹盘逃盛宴 屠杀数千真仙 五大仙城之主 还坑杀一位仙王 遭到这么大的重创 玉硝仙玉没反应 谁敢 这个荒芜的背后乃是当年称霸天界的波寻帝君 哪个敢去招惹 天界的各大宗门势力 仙国仙城 每个角落 几乎所有的修士都在议论此事 神霄仙玉 化仙莫清洞府前 岳华剑仙手中攥着一份传讯玉解 在附近徘徊 取久之后 洞府大门才缓缓打开 莫清舵步走出来 神色淡然 问道师兄找我何事 玉硝仙玉出事了 岳华剑仙说道 对于玉硝仙玉 莫清根本毫不关心 他近年来 前往书院传讯阁浏览讯息 也只是重点关注魔界的一些消息 但紧接着 只听岳华剑仙继续说道 魔玉的爵士魔头 荒芜出山 嗯 莫清神色一动 尽可能平复心神 保持镇定 淡然道 我看一下 岳华剑仙将手中的传讯玉剑跌了过去 莫清将其放在额头 神势涌入其中 没过多久 就将乾坤书院在浪峰城那边探查到的消息 尽数浏览一遍 传讯玉剑中的信息 并不算详尽 也没有描述荒芜离开之后的情形 不过 莫清在这枚传讯玉剑中 发现一个细节 书院的苏师弟当时也在浪峰城中 也就是说 苏师弟极有可能就在现场 亲眼目睹这一站 莫清准备动身 前往书院内门 亲自去找苏子墨询问此事 岳华剑仙见莫清接过传讯玉剑 浏览完之后 一句话都没跟他说 就要动身离开 不经心生不悦 岳华剑仙皱眉道 师妹打算去哪 此事在九霄仙玉引起极大震动 师尊已经传令 这段时间尽量不要离开书院 因为浪峰城一战 九霄仙玉的诸多势力 都感受到巨大威胁 谁能保证 下一次荒芜不会找上门来 大杀一通 然后转身走人 甚至有一些宗门势力 直接选择封山 对门下弟子下了禁足令 生怕出去撞到这位爵士魔头 就连乾坤书院这样的天级势力 都开始有先王献身 巡视书院四方 苏子墨根本不知道 武道本尊这一战 不仅名声大噪 还让整个九霄仙玉 都变得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我去哪 师兄也要管吗 墨清反问一句 岳华健先轻笑道 师妹严重 我的知此事 第一时间赶过来 就是想要提醒师妹当心一些 毕竟这爵士魔头凶残无比 是杀暴虐 不懂得怜香习玉 墨清突然想起一件事 竟难得地笑了笑 柔声道 没关系 书院有师兄在 岳华健先看到墨清的笑容 心中顿生惊艳之感 听到墨清这句话 他也感到一阵惊喜 面带笑容 墨清继续说道 毕竟那荒芜指示图有其名 若敢献身 师兄必定能一剑斩掉他的虚假 破掉他的神话 说完 墨清飘然离去 掠华健先的笑容僵住 脸色彻底阴沉下来 这是当初 他对墨清说过的话 现在听来 却充满莫大的讽刺 仿佛一记耳光 抽在他的脸上 因为如今的整个九霄仙玉 乃至天界 都没有一个真心敢说这种话 第二千四百四十五章画仙心思 岳华健先望琢磨清仙子离去的方向 脸色难看 阴晴不定 没过多久 一位修士及时而来 此人也是真传弟子 名为萧黎 败入真传之地后 便始终追随岳华健先身后 为命侍从 他去哪了 岳华健先沉身问道 萧黎道 我亲眼所见 墨清师姐前往书院内门 朝着苏子墨洞府的方向过去了 又是他 岳华健先皱了皱眉 萧黎也有些迷惑 道 据我所知 这已经是墨清师姐 第二次去这个苏子墨的洞府了 岳华健先脸色阴沉 一语不发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萧黎缠瘾道 墨清师姐性情甜淡 不惜与人接触 向来是独来独往 在真传之地 从未见过他主动去什么人的洞府 为何两次前往书院内门去寻找苏子墨 我可能错了 岳华健先突然说道 因为之前的传言 我潜意识中 以为墨清与杨若虚之间有什么 但这些年来 杨若虚踏入真一境 成为真传弟子之后 与书院内门的赤红郡主走的极境 就差宣布结为道理 萧黎点点头 道 墨清师姐与杨若虚之间 根本不可能 岳华健先道 我刚刚仔细回想一番 其实墨清之前两次现身 出手救下杨若虚的时候 现场还有另一个人 苏子墨 焦离试探着问道 岳华健先汉手 唯唯一眼道 几千年前那次先宗大雪 不知为何 墨清突然出山 降临盘龙山脉 出手救下杨若虚 但那场冲突的起因 却是因为苏子墨 随后 书院外门的那场冲突 杨若虚在场 我们当时也在场 墨清再度现身 而那场冲突的根源 还是来自于苏子墨 墨清这两次出手 真正救下来的人 正是苏子墨 焦离大皱眉头 道墨清师姐和苏子墨 墨清师姐是真一进空明旗的强者 又是死大仙子之一 那苏子墨才刚刚 踏入天原近没多久 差距太大了吧 略华健先冷恒一声 道别忘了 苏子墨曾凝聚到新梯第十阶 空前绝后 还被师尊收为记名弟子 在身份上来说 他并不比咱们差多少 可这苏子墨拿点比得上师兄你 焦离还是无法理解 摇头道 修为境界 地位出身 名气荣耀 人脉势力 这种种一切 他都没有半点优势 跟师兄相比 完全是云一之别 墨清师姐又不是瞎子 怎会看上那的苏子墨 这番话一说 月华健先又有些动摇 陈寅道 你说得极为中肯 也不无道理 跟我一比 苏子墨确实差得太多 修离道 或许墨清师姐与苏子墨之间 本就没什么 之前好多关于墨清师姐和杨若虚的传言 如今看看 不也都是些流言蜚语 无稽之谈 嗯 许是我多疑了 月华健先若有所思 道 不过 我总觉得以前 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苏子墨 苏子墨带着桃妖返回乾坤书院 便直奔自己的洞府而去 连续几天都没有再露面 一来 他在浪封城 以书院弟子的身份露过面 欲消先欲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想着避避风头 静观其变 但几天观察下来 他发现 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 欲魔欲荒芜现身 大开杀戒一笔 其余的事 根本没人在意 别说是他 就算是灵磊兄妹 都没什么人讨论 二来 他与桃妖许久未见 有很多话想说 苏子墨打算暂时将桃妖留在身边 他还要嘱咐一些事 免得桃妖在乾坤书院中 遇到什么麻烦 像是他这种内门弟子 正常来说 可以在书院中挑选上百个仙仆 但他身上秘密太多 挑选的仙仆 他不能完全信任 所以 这些年来 他的洞府极为冷清 只有他一人 所有的琐事杂事 都是他自己处理 如今有桃妖在身边 倒是可以省去他许多麻烦 也多了一丝人气 三来 这次欲消仙欲之行 他收获极大 他的修为境界 已经提升到五阶天仙的层次 光是宝物类的 便有仙柳 菩提子 太清子霞符 还有一株盘桃仙苗 功法上 他得到玉清玉策 还得到木骨之声的道法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修炼沉淀 当然 欲消仙欲最大的收获 就是找回了桃妖 洞府中的一片陵园 除了之前的那株无忧树 如今又多了两株 这些年来 无忧树始终没有复活的迹象 苏子墨干脆将那半截仙柳枯之和得道的盘桃仙苗 全都肿了下去 静观其变 这几天 桃妖没事就来看看这三株仙树 悉心照料 洞府踏上 苏子墨手中握着菩提子 正在浏览玉清玉策 突然心中一动 听到洞府外面传来一道讯息 莫清师姐 苏子墨沉淫少许 还是起身来到洞府外面 将莫清师姐迎了进来 若是旁人 苏子墨多半不会理会 但莫清师姐毕竟曾经救过她两次 两人还曾在阿比地狱下有过患难之情 莫清坐下来之后 没有寒暄 主动开口说道 欲消先欲的事 我听说了 你当时也在吧 啊 苏子墨愣了一下 这些天来 书院中人都在讨论魔欲荒芜 根本没人理会过她 还是第一次有人问及此事 师姐突然这样问 难道她已经对我和荒芜之间起了疑心 苏子墨心中一动 毕竟当初在阿比地狱下 浪风城中 她和武道本尊都是同时在场 确实容易引人联想 哈 也是巧合 苏子墨达的哈哈 含糊其词地说道 当时阴差阳错 正好在浪风城中 谁知道荒芜突然杀过来了 听说是因为身边一个道童被浪风城的城主抓走 当时战况激烈 一片混乱 也没顾得上跟她打招呼 莫清神色平静 嗡了一声 道 我在传讯预见中看到的消息 不太详尽 你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 嗯 苏子墨一头雾水 看莫清师姐的神色 似乎也没有怀疑她的意思 那突然跑过来询问这种事做什么 苏子墨不懂莫清的心思 只好将此时的来龙去脉 以旁观者的角度 大致讲述一遍 莫清仙子在一旁听得入神 时而美眸中略过一抹神采 时而嘴角露出淡淡笑意 第二千四百四十六章为她画一幅像 痴姐笑了 苏子墨正自顾叙述着 余光无意间扫过莫清清雅觉俗的脸庞 有些惊讶 她眨眨眼 正面望去 发现莫清端坐在那 神情淡然 似乎刚才嘴角浮现的笑容 只是她的错觉 苏子墨也没多想 毕竟浪风成一战 确实没什么可笑的 更何况莫清师姐沉浸话道 性情淡薄 清心寡欲 很少动物 也很少显露出喜悦欢欣的情绪 她又怎会因为欲消仙欲一场大战 就展露笑容 我见事不妙 就提前跑回来了 后来听说荒武也全身而退 苏子墨长出一口气 终于将此事讲完 莫清微微垂首 问道那荒武后来有跟你联系吗 没有 苏子墨微微耸肩 这一点他没有说谎 武道本尊进入阿比地狱之后 还没有主动跟他联系 他这边事情太多 也没顾得上武道本尊 莫清静坐不语 半晌也没有说一句话 不知在想些什么 苏子墨也不好赶莫清出去 只能有些迷惑地在旁边陪坐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莫清突然转过头来 望着苏子墨 有些迟疑地问道 苏师弟 你 你知道荒武道友的容貌 是什么样子吗 苏子墨心中发誓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想来想去 也只有洋装不知 容易蒙混过去 苏子墨正准备随便胡弄一句 但他正好抬头 对上莫清的双眸 这双眼眸清澈如水 唇真动人 似乎是这世间最美的画卷 望着这双眼睛 苏子墨口中的谎话 一时坚静说不出口 他避开莫清的目光 伸手端起旁边的一杯香茶 来掩饰心中的波动 问道 师姐为何会好奇荒芜的容貌 莫清道 我想为他画一幅像 可可 苏子墨刚刚喝一口茶 听到这句话 瞬间被呛到 满脸通红 莫清神色平静 语气淡然 解释道 只是因为荒芜道友曾救过我 我没什么可报答他的 唯有赠他一幅画卷 聊表心意 这样啊 苏子墨平复心神 暗存 倒是我多想了 苏子墨清咳一声 道 师姐随便找一幅送给他就行 师姐的画作 每一幅都是世间真品 那怎么行 墨清摇摇头 认真的说道 若只是赠画 自然要表达出诚意 怎能随便应付 苏子墨道 那师姐重新画一幅就好了 询问荒芜的容貌做什么 我要画的就是荒芜本人啊 墨清扑口说道 人像 苏子墨瞪着双眼 一脸惊恶地望着墨清 下意识地问道 师姐 你 你不是从来都不画人像吗 提及此事 墨清唯唯垂手 避开苏子墨的目光 轻声道 因为得到神鬼仙魔图 在画道上又有新的感悟 所以才想尝试着画一下人像 苏子墨愣在当场 脑海中一片混乱 他反应在迟钝 此时也明白过来 为何墨清师姐会两次跑到他的洞府中 追问五道本尊身上的事 你若不说就算了 我先毁了 墨清突然起身 朝着洞府外行去 苏子墨也连忙站起身来 将墨清师姐送出门外 望着墨清师姐消失在视线之中 苏子墨才如是重负 但很快 他就感觉一阵头疼 不会吧 这算什么 苏子墨一时间 不知该如何处理此事 正常来说 直接跟墨清摊牌 他就是荒芜 是最简单解决此事的办法 墨清师姐若是知道他就是荒芜 多半也看不上他 会立即死心 但五道本尊是他的秘密 也是他最大底牌 他还不想过早曝露出来 沉思许久 苏子墨也只能选择暂时拖着 反正五道本尊和墨清 两个天南地北 天各一方 又凑不到一起去 他今后在书院中闭关修行 躲着点墨清师姐就是 时间久了 估计墨清师姐就会淡忘此事 就在此时 五道本尊那边突然传来一阵感应 五道本尊抵达阿鼻地狱 利用里面的地狱生灵 没过多久 就将追杀过去的那尊先王坑杀 随后 五道本尊没有在阿鼻地狱中逗留 而是直接返回天荒宗 这一次 五道本尊的收获也不小 得到一个先王的除雾代不说 还有数千颗道果 每一颗道果 都孕育着真仙一生的道法 极为珍贵 放在修真界 会引起无数真仙争抢 而五道本尊为了铸造真五道体 继续感悟五道法门 需要的道果数量庞大 难以想象 这次五道本尊呼唤清廉真身这边 是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 千年前 封残天踏入洞天 封为天怒先王的消息 早已传至九霄仙玉 但过去这么久的时间 始终没有藏业真仙和封子夷的消息 两人也没有感到魔玉与封残天回合 藏业真仙乃是封残天那一世的天荒故人 曾经的引沙门门主 在神霄创立残业杀手组织 封紫义的父母被晋王世子害死 是封残天的孙女 也是他在这世间唯一的亲人 封残天心中挂念 还曾前往神霄仙玉寻找 只不过 神霄仙玉辽阔无边 若封残天一点点的寻找 无异于大海捞针 而他散发先王神士去探寻 很快就招来大晋仙国 几位爵士先王的联手追杀 封残天动天出城 还不是诸多先王的对手 无奈之下 只能退回魔狱 封残天在神霄仙玉 形势有诸多不变 所以 他想让拥有书院弟子身份的苏子墨 打探一下藏业真仙和封紫义的消息 洞府前 得到这些消息 苏子墨沉吟不语 这确实是件大事 正常来说 若是藏业真仙和封紫义无恙 听到封残天在魔狱已经立足 站稳脚跟的消息 肯定会前往魔狱 但千年时间 都没有两人的消息 苏子墨回想起一件事 当初大晋仙国通气追杀他的时候 也同时对藏业真仙创建的残业组织 展开疯狂的围剿 带队之人 正是袁左郡王 即便藏业真仙和封紫义还活着 这些年来 两人的处境 也会非常不妙 目前来说 唯一可能推测出来的就是 藏业真仙和封紫义 至少没有落在大晋仙国的手中 否则 大晋仙国肯定会用两人来胁迫封残天 第2447张老友相聚 提及封紫义 苏子墨的心中就不免想起另一个人 袁左郡王 当初 正是因为袁左郡王举行狩猎之会 他才与封紫义相识 最终就出封残天 千年前在大铁围山附近 袁左郡王联合非仙门归原天仙 盲氏的盲义 炎阳仙国的谢天宏 包括书院的唐鹏等人设服为杀他 结果被镇玉顶中觉醒的四大圣魂 杀得溃不成军 损失惨重 盲义归原天仙 唐鹏等人尽数身语 谢天宏 静月真仙 玉龙真仙也全都葬身在阿比地狱中 只有袁左郡王见世不妙 早早逃回大晋仙国 这些年来 再没有袁左郡王的什么消息 仿佛此人已经销声匿迹 苏子墨败入乾坤书院 被靠似大仙宗之一 连秦仙孟瑶都没什么机会出手 袁左郡王也只能放弃 想要搜寻藏业真仙和封紫衣的下落 只凭我一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得动用书院的力量才行 转念至此 苏子墨准备前往内门 就此时询问一下杨若须 具体该怎么办 就在此时 不远处一片祥云急迟而来 上面站着三道身影 苏子墨抬头望去 不惊笑了 杨若须是红郡主两人挽着手 结伴而行 在他们的旁边 还站着一个八九岁大的孩童 穿着绿色小袍 脸庞稚嫩 看上去很是可爱 眼神却有些成熟 正是柳平 这三人可算是苏子墨在乾坤书院仅有的熟人 杨若须也在其中 导省的他在跑一趟 苏兄 别来无恙 还未到近前 杨若须站在祥云上 面带笑意 杨生说道 赤红郡主和柳平也朝着他这边招了招手 打着招呼 苏子墨笑道 我的宗主真传 瞎指一算 今日有故人之交道法 故而提前出门 扫踏相迎 哈哈哈哈 杨若须三人一阵大笑 转眼间 三人降临下来 苏子墨带着三人回到洞府中 一一落座 距离四人上次相见 也过去千年了 杨若须道 这些年来 有好几次想要过来找你 但见你一直在闭关 就没有打扰 没想到 你这次出关之后 竟然跑到玉消仙玉去了 还撞见一场矿石大战 苏子墨微微摇头 苦笑道 此事也是阴差阳错 痴兄 你 你 你 柳平似乎发现了什么 突然瞪着双眼 指着苏子墨道 你都已经修炼到五阶天心了 嗯 杨若须神是一扫 便探查出苏子墨的修为境界 果不其然 浩强杨若须忍不住惊叹一声 赤洪郡竹也满脸震惊 要知道 当年万年大会 他们三人几乎是同时踏入天元境 拜入内门之中 这些年来 赤洪郡竹与杨若须经常待在一起 修炼上有些懈怠 才刚刚踏入天元境二重 而柳平夺舍之后 脱胎换骨 天赋超群 一心修炼 如今也只是修炼到天元境二重的巅峰 而苏子墨已经修炼到五阶天仙 距离万年大会 仅仅过去两千多年而已 这个修炼速度 已经超出常理 超出常人的认知 苏师兄 你怎么修炼的 赤洪郡竹忍不住问道 杨若须道 在天元境修行 光是闭关苦修还不够 瓶颈太多 得需要经常外出历练 才有机会更进一步 正是如此 苏子墨对于这一点 深有感触 他能在两千年时间里 修炼到五阶天仙 主要就是因为千年前阿比地狱之行 还有这次欲消先欲之行 这两次历练 他的收获极大 不仅仅体现在修为境界的土飞猛进 就在此时 桃妖从洞府深处走来 端着刚刚泡好的一壶香茶 来到四人身前 一一针满 浪风城一战 武道本尊杀得天昏地暗 战场一片混乱 根本没人注意苏子墨带着桃妖离开 所以 他也没必要让桃妖躲躲藏藏 咦 赤洪俊主望着眼前这个粉装玉镯 眼眸清澈的道童 大感惊讶 问道 苏师兄 你终于开始招收仙仆了 三人都清楚 苏子墨的洞府 素来不招外人 之前柳平还曾主动请英 要来他的洞府帮忙 做些杂事 苏子墨都没同意 如今 看到一位陌生道童出现 三人都有些惊讶 更奇怪的是 这个道童身上的气息极为纯粹 甘前静静 不染凡尘 赤洪俊主忍不住伸出手指 轻轻捏了下桃妖的脸颊 桃妖也没有躲避 只是唯唯一笑 他虽然不认识眼前这三个人 但见苏子墨将三人迎入洞府 便知道这三人肯定与自家公子关系不错 他面对三人 自然也抱以善意 苏师兄 你哪里找来的仙仆 好乖啊 赤洪俊主忍不住赞叹一声 恨不得将桃妖粉嫩的脸颊捧在手中 心上几下 桃妖从不杀生 身上不沾因果 不染血腥 任何生灵看到他 都会情不自禁地生出好感 他不是仙仆 是我在下界的故人 如今在我身边做葛道童 名为桃妖 苏子墨微微摇头 没有多做解释 而是将杨若须三人 一一介绍给桃妖 桃妖对着杨若须三人恭恭敬敬的行礼 这个举动 看似随意 却很不简单 杨若须三人是什么身份地位 属于书院的那门弟子 真传弟子 若只是一个普通的仙仆 苏子墨根本没必要让他们相互认识 还将桃妖介绍给三人 此举意味着这个道童 在苏子墨的心中地位极为重要 杨若须三人都能想到这一点 也不敢怠慢 连忙起身回礼 桃妖唯唯一笑 退了下去 柳平眼珠一转 忍不住就是重题 道 苏师兄 你都魄力招人了 我也搬过来得了 在你身边当个道童 苏子墨在柳平心中 不仅仅是同门师兄那么简单 当初在炎阳先国的九重天中 若非有苏子墨相助 他早已生死盗销 后来 他不仅活了下来 还得以脱胎换骨 得到难以想象的一番大机缘 苏子墨在他心中 更像是恩人 所以 他才屡次想要搬过来 在苏子墨身边帮忙做做杂事琐事 其实 柳平此时还并不知道 他总有这种倾向和意识 并不仅仅是因为苏子墨对他有再造之恩 更因为 苏子墨的本体 乃是天地唯一的造化清廉 天地间的草木 都会情不自禁地聚拢在造化清廉周围 第二千四百四十八张仙国之力 关于这一点 就连苏子墨都没意识到 他能得到无忧目 仙柳 盘桃树苗这三种天界的顶级仙目 虽然经过一番磨难 属于他的机缘 但其背后 自然也有明明天意 造化使然 此事再说吧 苏子墨微微摇头 不知可否 柳平见苏子墨不肯答应 心头一动 道 我去找桃妖 不跟你们这些大人完了 没劲 说完 柳平一路小跑 钻进洞府后院 苏子墨也没有阻拦 但他一边跟杨若须 是洪郡主两人闲聊 一边留意着洞府后面的动静 柳平虽然年岁不小 但毕竟是孩童之身 看上去与桃妖年纪相仿 两个孩童聚在一起 没有半点隔阂 柳平在书院的时间较长 便挑一些书院有趣的事 讲给桃妖听 桃妖大感兴起 渐渐跟柳平熟络起来 对于乾坤书院 对于整个上界 他都充满着未知 苏子墨感受到这一幕 不禁感觉有些好笑 他自然能看出柳平的心思 无非就是与桃妖拉近关系 变革法子留在这里 苏子墨感知到桃妖脸上的笑容 眼眸闪烁的光芒 内心一软 突然被轻轻触动 他平时大多时候闭关修行 桃妖独自一人 面对着偌大的洞府 想必也会感到一丝丝孤独 当初在平阳镇 桃妖毕竟还有镇上 那些可爱善良的邻里相亲 但在这天界的乾坤书院中 桃妖除了他 一个人都不认识 今后桃妖在书院中性走 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 周围那么多陌生的强者 他不免会生出胆怯疏离之感 若是能有葛书院的同龄人在旁边 倒是葛不错的选择 就算平时他闭关修行 两个孩子闲下来 也能在一起聊聊天 搭葛霸尔 不置孤独 柳平若执意留下 便随他吧 苏子墨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与桃妖聊得正欢的柳平 还并未意识到 就是苏子墨的这个念头 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这才是他此生最大的机缘 许多年后 当那个人踏上巅峰 君临天下之时 时常站在他身后左右的两位道童 也被无数后人敬仰尊崇 万事传颂 对了 苏子墨想到一件事 询问道 杨兄 若是想要在神霄仙玉寻找两个人 如何动用书院的力量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在书院发布悬赏任务 杨若虚道 不过 神霄仙玉地域辽阔 除非有什么线索 否则想要寻找两个人极为困难 而且 这种任务耗时较长 还未必能有结果 接受这个任务的书院弟子不会太多 苏子墨听明白了 也就是说 想要寻找藏业真仙和封紫衣 其实乾坤书院也未必能起到什么作用 杨若虚看了一眼身边的赤红郡主 道 其实找人这种事 相悲而言 三大仙国更加擅长 三大仙国都豢养招数量庞大的仙军 还有诸多收集信息情报的组织 耳目众多 一道号令下去 庞大仙国运转起来 或许能有什么发现 赤红郡主道 我虽是炎阳仙国的郡主 但常言在外 没什么自己的势力 不过 我可以将此事告知清晨哥哥 停顿少许 赤红郡主看着苏子墨 道 苏师兄 你也认得他的 清晨郡王 自然认得 苏子墨唯唯汉首 当初参加万年大会 在炎阳仙国的王城 他曾出手救下龙渊城城主徐时 和他的孩子徐晓天 也因此与仙道大族的薛家中人 发生冲突 结下仇怨 他当时只是书院的外门弟子 无法做主收留徐时 徐晓天两人在身边 正是这位清晨郡王主动出面 将徐时父子留在身边 才免去两人被薛家报复的可能 虽然这位清晨郡王在炎阳仙国的地位一般 只是普通郡王 但苏子墨对他印象很不错 赤红郡主道 清晨哥哥没有统一方疆域 全是有限 但他毕竟常年在炎阳仙国 麾下也有一众人手 此事能帮得上忙 如此就多谢了 苏子墨连忙起身 对着赤红郡主道谢 审圣道 不管此事有没有结果 都带我谢过清晨郡王 这段时间 苏子墨修炼御清预测有些心得 虽然无法掌控是海中的预测 但已经可以尝试沟通预测中的世界 清为天 清为天中 还有一座全部由圆灵石建造而成的巨大宫殿 全部拆开 足足有数亿的圆灵石 这个储物带中 有一亿的圆灵石 你帮我送给清城郡王 苏子墨直接从清为天中拿出一亿的圆灵石 递了过去 道若是找到人 另有种谢 一亿块圆灵石 杨若须和赤红郡主都吓了一跳 纵然杨若须身为真仙 也拿不出这么多的圆灵石 这一出手 也太生猛了 杨若须看着苏子墨的眼神 都变得有些怪异 赤红郡主连忙摆手 道 这 这太多了 清城郡王统御麾下 发布悬赏 也少不了这些圆灵石 苏子墨一边说着 一边将手中的储物带塞到赤红郡主的手中 苏师兄还没说要找的两个人是谁 赤红郡主想了想 便不再推辞 收下这一亿的圆灵石 再度问道 苏子墨问道 残业 两位听过吗 听过 启元与大靖先国的一个刺客组织 不过如今已经被行路为围剿的所剩无几 杨若须道 听说残业的创始人 乃是风残天的旧友 苏子墨点点头 道 我要找的两个人 便是残业首领 真先修为 但受缘将近 道好藏业 另一位名为封紫衣 一位年轻女子 顿了一下 苏子墨又道 至于两人有什么特征 这不好说 以两人的手段 隐藏行迹 改头换面 很是容易 所以 即便动用先国之力 也未必能找到他们 赤洪郡主起身 道 我这就返回炎阳先国一趟 星子跟清城哥哥说一下此事 不管怎样 敬礼而为 我陪他回去 有任何消息线索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杨若虚也起身道别 多谢二位 苏子墨再度公身道谢 第2449章书信 杨若虚是洪郡主两人起身离开 洞府后面与桃妖闲谈的柳平 自然早就察觉到了 只是 他一心想留在这 便故作不知 苏子墨笑笑 也没有理会 沉吟少许 苏子墨来到桌前 拿出一张洁白信件 郑重其事地写下一封书信 随后 他又拿出一个装有一亿快元零食的储物袋 将这封书信放在里面 以神式封敬起来 桃妖 柳平 苏子墨唤了一生 等两位道童来到镜前 苏子墨将这个储物袋交到柳平手中 道 你带着桃妖 前往书院传送殿 顺便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到传送殿之后 你们立即前往紫轩先国 将这个储物袋亲手交给云竹郡主 桃妖对神肖先玉极为陌生 自然无法完成此事 但让他跟着柳平四处走走 倒也能熟悉一下 桃妖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 柳平则是心花怒放 没开眼笑 他知道 苏子墨能有这个安排 就是认可接受他了 这是简单 就是宋葛希尔 师兄放心 柳平伸出小手 胸膛拍得东东小 信誓旦旦地说道 出信上的内容 自然是请求云竹帮忙 寻找藏业真仙和风紫衣一事 只是拜托清城郡王 苏子墨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三大仙国之中 大敬仙国与他水火不容 自然不能指望 除了炎阳仙国 就只剩下紫轩仙国 而云竹正是紫轩仙国的郡主 而且他身为四大仙子之一 在仙国内的地位 可要比清城郡王高多了 若是云竹能动用紫轩仙国的力量 找到风紫衣两人的几率又大了许多 若只是简单传讯 自然用不着这么麻烦 但苏子墨还准备了一亿块圆灵石 想要将这些圆灵石和书信送到云竹那边 就只能靠人来传送 云竹郡主 云竹柳平拉着桃妖 正准备离开 却突然顿住脚步 皱了皱眉 一咕道 这个名字 怎么听起来有些耳熟 苏子墨道 他还被人称做书仙 啊 柳平恍然 满脸惊讶 怪不得 怪不得 书仙是谁 很有名吗 桃妖眨眼问道 太有名了 简直如雷贯耳 柳平道 神霄仙玉有四大仙子 在整个天界都是赫赫有名 不知有多少天骄妖孽追求 暗中倾心仰慕的就更多了 四大仙子 其中之一就是书仙 对了 咱们乾坤书院的一位真传弟子 也是四大仙子之一 乃是化仙 这些事 路上我在跟你仔细说 好 桃妖点点头 眼眸闪烁着亮光 很有兴趣 柳平似乎想到什么事 又突然有些为难 道师兄 我才反应过来 书仙云竹是什么人 哪是我们随便就能见到的啊 更别说 将这个储物带亲手交给人家 这柳平说的没错 四大仙子何等名望 又均是真仙中的顶尖强者 哪是他们这个级别 明不见经传之人随便就能看到的 苏子墨随口说道 没事 你到子轩仙国那边 若是实在有人阻拦 你提我的名字就好 当初在阿比地狱中 他与云竹一起患难 经历过不少事 宋葛书信 他相信 云竹不会拒绝 啊 柳平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神秘兮兮地凑到苏子墨身前 眉飞色舞地问道 师兄 难道你已经跟书仙云竹勾搭上了 滚 苏子墨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呵斥一声 柳平不敢多言 连忙拉着桃腰跑出了洞府 等两人走出远一些 柳平才跟桃腰说道 师兄刚才有点恼羞成怒 我猜啊 他应该是在追求书仙云竹 不过 我估计这是没戏 柳平撇撇嘴 道 你不知道 师兄跟书仙的一位弟弟之间关系不好 剑拔弩张的 书仙怎会答应师兄 咱俩啊 搞不好会被人轰出来 柳平带着桃腰朝着书院传送殿行去 偶尔经过书院中的什么地点建筑 都会给桃腰介绍一番 从苏子墨的洞府 到书院传送殿的距离 最多也不过一刻钟的时间 两人磨磨蹭蹭 走走停停 静走了两个多时辰 抵达书院传送殿之后 柳平和桃腰两人才启动传送阵 直接前往紫轩仙国 没过多久 两人直接降临在紫轩仙国的传送阵处 找到传送阵周围的护卫 柳平直接将宗门令排亮了出来 对这位护卫阐铲名来意 你们想要见云竹郡主 这个护卫神色古怪 上下打量着柳平 桃腰这两个孩童 感觉有些可笑 云竹郡主是谁 似大仙子的书仙 哪是说见就见的 别说是外人 就连他们这些护卫 都没什么机会的见真容 若不是见柳平和桃腰来自乾坤书院 又是两个人处无害的童子模样 这个护卫早就将两人驱逐了 你们随我来 这个护卫带着柳平两人 来到一处大殿中 道 你们在这等着吧 我过去通报一下 这个护卫刚刚走出大殿 正好看见不远处一位年轻男子路过 此人连忙躬身行礼 神色激动地说道 拜见云庭郡王 云庭郡王 云竹郡主 这两位乃是子轩先国的骄傲 每一个子轩先国的修士 对着两位都有着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崇拜 云庭看了此人一眼 唯唯汗首 随后 他似有所觉 目光一动 落在大殿之中袍腰的身上 嗯 云庭唯唯一眼 暗存道 好纯粹干净的气息 那里面是什么人 云庭问道 禀报郡王 这位护卫连忙说道 这两个童子来自乾坤书院 说要见云竹郡主 有东西亲手交给郡主 不 云庭身行一动 直接进入大殿之中 望着柳平和桃腰两人 云庭步入大殿 带来一股极为强烈的压迫力 大殿之中 好似锋芒无处不在 气氛压抑 柳平和桃腰有些坐立不安 下意识地站起身来 有什么东西 直接交给我 云庭唯唯扬头 淡淡地说道 我会带给姐姐 你们两个回吧 第二千四百五十张贴身腰牌 坏了 坏了 柳平面如土色 对着桃腰神士传音道 咱俩的运气也太差了 居然撞见师兄的死对头 柳平原本还打算见形势不妙 就遵从苏子墨所言 提及他的名号 可如今 撞见云庭郡王 柳平哪还敢提苏子墨之名 若是这位云庭郡王知晓 他们是苏子墨派过来的 怕是反手一剑就将两人废了 柳平正准备提醒桃腰一声 却听桃腰开口说道 这位道友 我家公子说了 让我们将东西亲手交给云竹郡主 柳平心中一颤 桃腰不知道云庭的来历 可他清楚云庭的可怕 云庭可以称得上是九霄仙玉 乃至天界 年轻一辈的剑道第一人 剑道 杀伐极致 在剑道上有所成就 君是沙发果决之人 谁敢招惹 谁敢忤逆 云庭唯唯挑眉 眼眸中渐渐凝聚着一缕锋芒 盯着桃腰 缓缓说道 姐姐也是你们能见的 桃腰却神色认真 毫不退让地望着云庭 云庭露出不耐之色 寒声道 我再说一遍 要么将东西交给我 要么我送你们上路 我家公子是苏子墨 桃腰似乎想到什么 再度说道 完了 柳平哭丧着脸 神色悲哀 等着大难临头 苏子墨 怎料 云庭听到这三个字 却皱了皱眉 眼眸中的锋芒反而渐渐散去 原本笼罩在两人身上的威压 也随之消失 云庭确实将苏子墨视为一生大敌 但确实要光明正大的与苏子墨对战 一决高下 当年 云庭前往沿阳先国 对苏子墨倾下战书 外人都以为两人针锋相对 谁活不容 但实际上 两人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在云庭的内心深处 反而极为尊敬苏子墨这个对手 他送姐姐东西做什么 云庭心中迷惑 却不再为难陶妖柳平两人 道你们两个随我来 居然没事 柳平吓出一身冷汗 却发现只是虚惊一场 陶妖仍是一脸平静 也不清楚刚刚自己经历一番凶险 他只是想着 一定要完成苏子墨嘱托的事 云庭带着陶妖两人 一路畅通 无人敢阻拦 没过多久就来到王宫藏书楼 抵达藏书楼内的一处房间 姐 云庭站在门口 敲了下门 心唤一声 进来吧 门内传出一道温和的声音 云庭带着陶妖两人推门而入 房间内正有一位素衣女子坐在竹椅上 手中捧着一本古书 仔细认真的浏览者 没有抬头 柳平望着这位女子 眼眸中充满好奇 这便是书仙 素衣女子逼着头 无法看清五官 但她身上却散发着 一种独特的气质 书香阵阵 令人沉迷 什么事 云竹没有抬头 似乎云庭的出现 也没有她手中的古书重要 只是随口问道 云庭道 乾坤书院有两个道童来找你 书是苏子墨有东西 要他们亲手交给你 嗯 云竹抬起头 朝着陶妖 柳平这边看过来 柳平的心中 瞬间生出一阵惊艳之感 但很快就收敛心神 云竹的目光 在柳平的身上一扫而过 落在桃妖的脸庞上 停顿少许 若有所思 什么东西 拿过来吧 云竹唯唯一笑 柳平连忙上前 将苏子墨交给她的储物袋 递了上去 云庭有些惊讶 问道 姐 你认识那苏子墨 当然认识 云竹一边说着 一边接过储物袋 云庭一脸迷惑 道 姐 你平时深居简出 她哪有机会认识你 云竹笑而不语 神势一动 将储物袋上的静置抹去 打开看了一眼 一亿块圆灵石 并未让云竹有所动容 她神色平静 将里面的那封书信 拿了出来 浏览起来 云庭见姐姐没有回答 反而拿出一张书信读起来 心中更加好奇 忍不住凑过去 探头问道 姐 这上面写的什么 一边去 云竹轻轻挥动袍袖 将云庭推到远处 也不知道写的什么 见不得人 连我都不给看 云庭狠狠一声 表达不满 却也不敢再上前 云竹看完书信 便收了起来 重新拿出一张空白的信件 拿起旁边的毛笔 认真书写起来 在云竹的身边 似乎有一道无形屏障 即便云庭散发神势 也无法探查进去 自然看不到云竹在信件上写了什么 云竹书写信件 偶尔停笔私存 过了一会儿 他抬头看了一眼陶妖 好似随意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好像不是书院中人吧 陶妖道 我叫陶妖 刚刚跟在公子身边不久 还没有加入乾坤书院 云竹眼中泛起一丝笑意 很快消失不见 又问道 你家公子近来可好 挺好的 陶妖老老实实地答道 云庭挑眉问道 他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陶妖道 五阶天仙 哦 云庭略感意外 点头道 还行 速度不慢 这一会儿 云竹已经写完这封信件 同样放入 装有一亿元临时的 储物袋中 风静起来 云竹对着陶妖招了招手 道 你将这个储物袋 带回去吧 亲自交到你家公子手中 好的 陶妖乖巧地应了一声 云竹又从腰间摘下一枚 青色腰牌 递给陶妖 柔声道 你收下这块腰牌 今后若是你家公子 嘱托你什么事 使此令牌 直接来见我就行 谢谢郡主 陶妖没有推辞 道谢一声 柳平瞪着双眼 惊得下巴差点掉在地上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苏师兄何淑仙 有情况 云庭也忍不住叫喊道 姐 你的贴身腰牌 怎能随便送人啊 云竹并不理会 只是神色温和地望着陶妖 陶妖正准备将这块青色腰牌 放入储物袋中 云竹笑着摇摇头 指着陶妖空荡荡的腰间 道挂在外面吧 这个腰牌样子也不难看吧 嗯 是挺好看的 陶妖用力点点头 将这块腰牌系在腰间 你们回吧 云竹道 我的话 都在信中 陶妖和柳平两人告退离开 云庭满脑子迷惑 正要上前打探一下 却见云竹挥动一下手掌 就直接将云庭赶出房间 碰的一声 房门紧闭 是我清解麻 翻脸不认人 云庭付费一句 才信信离去 第二千四百五十一张原始之身 乾坤书院 苏子墨手握菩提子 继续三物欲清预测 不得不说 菩提子在悟道的方面 确实对它有着极为明显的帮助 御清预测中诸多晦涩文字道法 在菩提子的帮助之下 都变得清晰明了许多 不愧是禁忌密点 修炼大成之后 竟然还有这样一番变化 苏子墨误出御清预测中道法真谛 不经心生感慨 三清预测 注重修炼的方向各不相同 当初在秘境中 迎天曾经简单地说过 太清炼神 上清炼术 预清炼体 预清预测中的法门 也确实是炼体的无上之法 修炼有成 血肉骨骼脏腑都会弥漫着青色霞光 若是能修炼至大成 则能以预清预测为根基 凝炼出一具原始之身 与自己的修为境界相同 这与它曾经的分身之法不同 不论是清炼真身 龙皇真身义或是武道本尊 都可以自行修炼 拥有自己的原神血肉 而这具原始之身 完全是以欲清预测中的道法 凝炼出来的一道分身 人族道法中 最为有名的像是摩门的三师大法 还有佛门的过去 现在 未来三身之法 先门中流传的至高分身之术 一气化三清 而如今 苏子墨得到的就是三清之一 上界广袤 文明众多 道法万千 不论是人族 亦或是其他种族 都有一些分身之法传承至今 三清中的分身之法 之所以强大 被称为先门至尊 就是因为依仗三清之法 凝炼出来的分身 与修行者的境界相同 这一点 极为重要 大多分身之术 凝炼出来的分身 往往境界会降低许多 战力也大打折扣 而三清之法凝炼的分身 虽然战力也会消解 但至少在境界上完全相同 而且 欲清欲测本就是炼体之术 凝炼出来的这具原始之身 身体也会变得异常强大 近战凶猛 一旦与人交手 释放出这道分身之术 等同于两个自己围攻对手 同阶之中 谁能扛得住 这具原始之身 只有配合欲清欲测 才能释放出来 所以 这些年来 每一次三清欲测出世 都会引来众多天骄争夺 只有三清道法 而无三清欲测 也无法释放出三清分身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这只是一道分身密术 道法凝聚而成 即便在战斗中 分身毁灭也无法 只要欲清欲测还在 恢复一段时间 就能重新释放出原始之身 就在此时 洞府外面传来一阵 一昧破空的声响 没过多久 桃妖柳平两人 信冲冲地跑进来 柳平更是神色兴奋 对着苏子墨不断地 挤眉弄眼 一脸怪笑 桃妖上前将储物袋 递给苏子墨 道公子 这个储物袋 那位郡主没收 但是他回了一封信在里面 苏子墨留意到桃妖的腰间 还挂着一块青色腰牌 散发着淡淡香气 公子 这是那位好看郡主送给我的 我能戴在身上吗 桃妖有些期待地问道 当然 苏子墨玩耳一笑 打开除雾袋 拿出云竹的书信 一眼望过去 云竹的字迹捐绣 笔法灵动洒泼 透过这些字迹 仿佛能看到一道 风姿绰约的身影 在信尖上舞动 不过 苏子墨刚看到第一句话 就脸色一变 惊出一身冷汗 荒芜道有 你在浪封城的事 我都听说了 有点厉害 佩服佩服 这句话的后面 还简单化了一个女子的笑脸 有一瞬间 苏子墨仿佛感觉到云竹就坐在对面 正似笑飞笑地望着她 柳平见苏子墨神色有意 好奇之下 凑了过去 探头探脑地问道 师兄 上面写啥了 你脸色不大好啊 苏子墨目光一横 柳平吓得缩了下脖子 连忙退了回去 苏子墨继续看下去 信尖后面的内容 正常许多 没有再提及荒芜任何事 只是大概说了一下 会尽力搜寻封子一两人 让苏子墨放心 但此事 可能耗时长久 让她耐心等待 苏子墨将此信悦后焚烧 看向陶妖两人问道 你们俩将到子宣先国之后的事 跟我说一遍 不要录下任何细节 陶妖两人便将整个过程 一五一时的陈述一遍 苏子墨不动声色 心中却泛起了嘀咕 这就暴露了 苏子墨猜测 应该是陶妖这边 被云竹看出了破绽 可只是凭借这一个破绽 就能认定她与荒芜之间的关系 未免有点太强了 好在云竹应该不会将此事曝露出去 对她而言 倒也影响不大 将寻找封子一的事 安排完之后 苏子墨才定下心来 准备闭关修行 陈肖先会的天榜之争 即将开启 当初万年大会 她还没有踏入天原境之时 云庭就已经是二阶天仙 这些年 她的修为图飞猛进 而以云庭的天赋机缘 修炼速度比她肯定只快不慢 想要在天榜上夺得榜首 修为境界必须要继续提升 距离神骁先会开启 就只剩下两千多年 时间越发紧迫 这次闭关 苏子墨除了继续修行提升修为之外 也将重点放在预清预测之上 争取尽早修炼到大成 凝炼出原始之身 苏子墨在洞府密室内闭关 由于清廉真身的缘故 在她的这座洞府之中 天地元气远远比外面浓郁 没过多久 柳平就发现这一点 在苏子墨的洞府中修行 天地元气的浓郁程度 甚至还要超过真传之地 这就有些恐怖了 柳平原本以为 是苏子墨布置下来的某种 聚集天地元气的阵法 但没过多久 她就发现 这种浓郁纯粹的元气 绝对不可能是什么阵法凝聚过来的 柳平还发现 在这座洞府中修行 她的修炼速度也发生值得飞跃 不仅仅是天地元气 更加浓郁精纯的缘故 似乎还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影响着一切 柳平发现这个秘密之后 隐约意识到 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便暗中隐瞒下来 苏子墨为造化清廉 而不论是柳平还是桃妖 均属于草木一类 在造化清廉身边修行 自然大有益处 第二千四百五十二章预测天堡 修行漫漫 岁月悠悠 从玉消先玉归来之后 苏子墨几乎没有离开洞府 大多时间都在闭关修行 洞府中 有桃妖柳平两人帮她处理诸多杂事 生活琐事 也让她省下不少精力和时间 她的修为境界 也在稳步提升 终于在这一日突破到天元净六众 漠然回首千年已逝 这些年来 不论是清城郡王那边 还是云竹那边 都没有任何关于藏业真仙和封紫怡的消息 时间拖得越久 找到两人的机会就越渺茫 或者说 两人还活着的几率越来越小 苏子墨起身 在洞府中转了一圈 桃妖和柳平两人外出 不知道去干什么了 洞府后院的那楚陵园中 无忧树 仙柳都没有什么动静 只有盘桃仙苗渐渐成长起来 比之前粗壮许多 不过 这株盘桃树万年成熟 时间还早 就在此时 洞府外面传来两道身形破空之声 转眼间来到洞府前 并肩走了进来 正是桃妖柳平两人 千年时间 两人样子变化不大 还是孩童模样 柳平脑袋上的头发 渐渐变得柔顺浓密 修为静静极快 已经从天元静二重巅峰 突破到天元静三重 桃妖来到乾坤书院之前 就已经是九阶地先 如今 她的境界 只比柳平第一点 已经修炼到天元静二重 这些年来 桃妖虽然对书院中的人 认识的不多 但在柳平的带领下 对书院的环境倒是熟悉许多 不再陌生 桃妖飞升之后 很多年来 都在经历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和折磨 这对她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 这些年来 她待在苏子墨身边 又有柳平的陪伴 心灵上的这些创伤 也在逐渐愈合 脸上的笑容 也多了起来 公子 你看 桃妖阳起手中的一幅书卷类的东西 给苏子墨递了过去 这是什么 苏子墨接过这个书卷 随口问道 柳平道 师兄 你还不知道吗 今天算是神霄仙玉的一个大日子 神霄宫预测的天榜 正式公布出来了 哦 苏子墨看着手中的书卷 徐徐展开 上面写着一排排耀眼夺目的名字道号 看来 这就是预测天榜了 苏子墨笑了笑 关于预测天榜 他并不陌生 当初万年大会上 就有炎阳先国提前公布的预测地榜 上面罗列着诸多天交的信息 供大家参考 同时 苏子墨的心中又有些迷惑 问道 神霄大会的天榜之争 还有一千多年 怎么现在就将预测的榜单公布了 师兄 你常年闭关 还不清楚天榜之争的规则吧 柳平解释道 神霄先会的天榜之争 并不像地榜那般麻烦 还有淘汰赛的机制 神霄大会上 会直接进行天榜的排名战 只有进入预测榜的修士 才有机会参加排名战 苏子墨问道 这预测榜根据什么来排 柳平道 比较基础的是修为境界 修为境界太低 像是我们这种 肯定排不进去 还有一些自身手段底排 机缘其余种种因素 得出一个综合判断 就是预测榜上的名次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过往战绩 苏子墨恍然 道 也就是说 剩下的这一千多年的时间 就是神霄先遇的众多天仙最后的机会 只有在神霄大会前 跻身于预测榜之中 才有机会进入最终的排名战 位列天榜之上 正是如此 柳平道 每一次神霄先会前的这一千年 都是神霄先遇最为热闹的一段时间 将有无促天仙中的天娇妖孽出世 纷纷下山 游历四方 这段时间 几乎每一年都会上演顶级天娇的厮杀碰撞 预测榜上的名字作次 也会在不断更换调整 苏子墨安安点头 像是一些常年闭关修行的天娇 虽然修为极高 战力不弱 但若没有什么出色战机 也没有资格进入这张预测榜单 更没机会参加最终的天榜排名战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一千年 沈肖先遇各大天级势力的顶级天娇 都会纷纷出世 行走世间 苏子墨打开这张预测榜浏览起来 嗯 他随便扫了一眼 突然发现云廷的名字 竟然不在预测榜的榜首 而是排在第三位 什么人能压制云廷一头 姓名 秦谷 境界 九阶天仙 身份 山海仙宗转世仙人 古月秘境唯一传人 雷神殿殿主 苏子墨暗暗则舌 光是转世仙人这个身份 分量就极重 没想到后面还有两个身份 不知道是得到何种机缘 战绩 七万年前 七阶天仙之境 跨越两个小境界 斩杀九阶天仙香柳 六万年前 八阶天仙修为 再比销仙玉 破十大天仙围攻之势 反杀六人 四万年前 与宗飞于对决 略胜一筹 平价 转世之前 便是顶级真仙 应突破洞天失败 被迫转世 强势崛起 未尝一败 身得山海仙宗真传 战力无双 这位光是战机这一项 便有数十场之多 评价也极高 预测天榜第二 姓名 宗飞于 境界 九阶天仙 身份 飞仙门转世仙人 宗是一族第一天仙 苍颜岛岛主 焦土传人 赤炼独教少主 苏子墨唯唯挑眉 这位也是转世仙人 而且身份更多 很多来历 他连听都没听过 而且这个宗飞于 在榜首秦谷的战机中 曾出现过一次 这位的战机 也有促时场之多 除了与秦谷那一战 略输一筹 其与大战全胜 意识成名多年 陈肖宫对他的评价也极高 与秦谷不相伯仲 苏子墨道 看来云庭排在第三位 确实被这两位转世仙人压了一头 倒也不冤 柳平道 云庭郡王位列榜三 主要还是因为 他的修为境界目前是八阶天仙 略逊一筹 还有云庭郡王年纪太轻 算是近年来崛起的妖孽 成名时间较短 若云庭郡王能突破到九阶天仙 在排名上 极有可能超越前两位 停顿少许 柳平又道 不过 云庭郡王虽然是八阶天仙 也已经很厉害了 还压在另一位转世仙人头上 第二千四百五十三章 见到第一人 苏子墨越过云庭的信息 目光落在预测榜的第四名 姓名 列玄 境界 九阶天仙 身份 炎阳仙国转世仙人 这位身份倒是不多 但战绩有数十场 全无败机 更重要的是 神肖宫对此人的评价极高 转世前 曾夺得天榜之首 真仙榜第二 传闻已将仙国顶级功法 炎阳大日经修炼至巅峰 目前出手以来 还没有人能逼他用出权力 战力深不可测 苏子墨曾与转世仙人交过手 深知这些转世仙人的强大 群常修事与之相比 修为境界或许相差不多 可转世仙人两世为人 两世修行 眼力 经验 见识 局势判断 战斗技巧 种种一切 都超越寻常修事太多 当初的地榜之争 太华风赢两位转世真仙 虽然一死一伤 但苏子墨赢得也并不轻松 而且 当初他十八接地仙 距离两位转世仙人 只相差一个小境界 面对转世仙人 境界相差太多 几乎没有什么取胜机会 实际上 转世仙人历来 均是同皆无敌的存在 上次的地榜之争 两大转世仙人 接连落败一位后辈手中 也让整个神霄仙玉 都为之惊讶 苏子墨看完这预测榜的 第四名 才看向第三位的云庭 姓名 云庭 境界 八接天仙 有望在神霄大会前 达到九接天仙 身份 紫轩仙国郡王 即剑道传人 五行剑道传人 三才剑道传人 四向剑道传人 星剑传人 风雷剑传人 太虚剑道传人 苏子墨看得唯唯咧嘴 这位不愧被誉为 天界年轻一辈的剑道第一人 光是这些身份 便有十多个 要知道 这上面的每一个身份 都意味着一份机缘奇遇 不知道经历什么 才能得到这种传承 得到这些认可 更可怕的是 云庭得到的传承 均是剑道传承 这意味着 但凡他遇到什么机缘奇遇 这些剑道仙人 古老传承 都认可他的资质 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传承者 云庭在剑道上的天赋 可以称得上是矿骨朔精 身份后面 便是战机 火 好家伙 苏子墨扫了一眼 忍不住赞叹一声 战机上纪录的内容密密麻麻 足足有上万字 在这张预测榜上 战具的篇幅最大 一百多场大战 全胜 战机之后 神肖宫对他的评价 甚至还要超过前两位的转石仙人 里面有依据推测 说云庭若是突破到九节天仙 战力会在秦谷 综飞于 列弦之上 若是天榜角逐 在战斗中没有出现失误差错 必能成为这一次的天榜之首 苏子墨笑了笑 不做评价 距离两人上次交手 已经过去很多年 让他对上现在的云庭 他也没有任何把握 苏子墨继续看了下去 这张预测榜的前十 都是三大仙国 四大仙宗的传人 从这一点看 神肖仙玉的这七个天级的庞大势力 确实名不虚传 榜单的前十 苏子墨还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方清云 这也是乾坤书院中 唯一一个进入预测榜前十的天线 苏子墨随便看了一眼 关于方清云的信息 与前四位相比 方清云的身份 战机评价乏善可成 亮点不多 排在第十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苏子墨撇撇嘴 道方清云号称书院第一天线 在这张预测榜上的排名倒是一般 柳平知道方清云与苏子墨 我之间的恩怨 当初苏子墨还在外门时 就与方清云为首的一些人 发生过冲突 只不过 后来苏子墨创立到新梯地时阶 被书院宗主收为记名弟子 身份地位暴涨 两人间才没有什么正面冲突 柳平并不知道 当初杨若须重伤 就有方清云在背后的算计谋划 方清云甚至要借助杨若须的伤 将苏子墨调离乾坤书院 再将其围杀 只不过 后来那群人反被苏子墨杀了个干净 连方清云挥下的唐鹏 也死在苏子墨的手中 柳平想了想 道 这张只是预测榜 方师兄的真实排名 可能还要靠前一些 柳平其实是想要提醒苏子墨 他的修为境界还不够 目前不宜与方清云爆发冲突 苏子墨墨不作声 大概将整张榜单浏览一遍 除了云婷 方清云之外 在这张百人的预测榜单中 还正看到几个熟悉的名号 颜冰莹 号称书院内门的第一美女 曾经仰慕方清云 据说这些年来 不知为何 两人渐渐疏远 不像从前那般亲密 颜冰莹排在预测榜的第四十三位 战力也不弱 预测榜第九十八位 袁左郡王 苏子墨看到这个名字 微微冷笑 袁左郡王还真有些手段 能排进预测天榜之上 公子 这张榜单我也看了 桃腰突然开口 很是认真的说道 我感觉 这张榜单根本不准确 为何 苏子墨笑着问道 这上面没有公子的名字啊 桃腰理所应当的说道 苏子墨哑然失笑 柳平在一旁听得翻了个白眼 道 桃子 你不懂 师兄的修炼速度是很快 但这张预测榜单上 比拼的是战力战机多种因素 师兄刚刚突破到六阶天仙 怎么可能排进这张预测榜单 桃腰皱眉 道 怎么不能 距离神霄大会还有一千年呢 就算剩下这一千年 师兄又得到什么大机缘 再度突破 达到七阶天仙 也很难进入这张榜单啊 柳平苦口婆心地解释道 师兄的修为境界 差了太多 你看云庭郡王 与九阶天仙只差了一个小境界 就被两位转世仙人压过一头 别说是师兄 就算云庭郡王在六阶天仙的时候 估计也排不进这张预测天榜 再者说 师兄没什么出名的战机 桃腰神色迷惑 道 你不是跟我说过 公子在万年大会上 一路横推 连败两大转世仙人 夺得地榜之首吗 柳平道 这是天榜之争 不看地仙的战机 这张榜单上的战机 可都是这些天交在晋升到天仙之后 拼杀出来的 说到这 柳平突然感觉有点灭自家威风 又连忙说道 师兄 我相信你 再等十万年 下一次天榜之争 你绝对能进入天榜前十 苏子墨笑笑 也没有反驳 第二千四百五十四张封紫衣的下落 苏子墨当然不会再等十万年 去参加下一次的天榜之争 正如桃腰所言 距离神肖先会还剩一千年 什么都可能发生 对他而言 想要进入这张预测天榜并不算难事 他真正要面对的 是一千年后可能修炼到九阶天仙的巅峰云庭 那个剑道天才 这才是他真正的对手 而且是飞升到上届以来 同阶之中遭遇过的最强大的对手 就在此时 洞府外面传来一阵响动 有人前来拜访 在洞府内都有相对应的印象水晶球 可以看到洞府外面的情况 是谁在外面 一目了然 苏子墨看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不动声色 又是墨青师姐 桃腰柳平两人看到外面的人是墨青 神色平静 也毫不意外 两人下意识地看向苏子墨 苏子墨一语不发 只是点了点头 两位到同队是一眼 心中会议 柳平耸了耸肩 有些无奈 与桃腰一起朝着洞府外面行去 苏子墨仍是坐在洞府中 没有出门迎接的意思 这些年来 墨青师姐几乎每个百年 就到他这边一趟 自从苏子墨意识到 墨青师姐对武道本尊 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情愫 哪还敢与他碰面接触 唯恐避之不及 所以这些年来 他躲在洞府之中 很少外出 每次墨青师姐前来拜访 他就嘱咐桃腰柳平两人出去 随便找个借口应付过去 自己避而不见 以墨青师姐的性情 自然不可能硬闯他的洞府 这些年来 就连桃腰柳平两人都有些习惯了 所以看到墨青到访 两人毫不意外 苏子墨的想法很简单 这样应付几次 墨青师姐肯定能感受到他的疏离 时间久了 自然就不会再与他接触 没过多久 桃腰和柳平两人返回洞府 墨青师姐已经走了 柳平说道 嗯 苏子墨随便应了一声 柳平眨眨眼 又试探性地说道 师兄 我看这次墨青师姐好像有点生气 是吗 苏子墨眼中一亮 如是重负 长舒一口气 太好了 既然墨青师姐生气 以后肯定不会再来找他了 望着满脸惊喜的苏子墨 柳平目瞪口呆 下巴差点掉在地上 师兄的脑袋里 到底在想些什么 苏子墨注意到柳平怪异的眼神 立即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连忙倾咳一声 沉吟道 真是太遗憾了 柳平翻个白眼 拉着桃腰跑到洞府后院 去看那三株仙树去了 来到洞府后院 柳平才巧声说道 桃子 我估计师兄可能对墨青师姐 做了什么亏心事 才一直躲着不见 什么亏心事 桃腰一脸迷惑 柳平道 就是一些始乱中戏啊 建议思迁之类的 还记得紫轩先国的云竹郡主吗 就是书仙 记得 桃腰点点头 柳平眼中燃烧着熊熊的八卦之火 道 我感觉 师兄跟书仙云竹 莫青师姐之间 肯定发生过甚麻 三天之后 洞府外再度有人到访 这一次 却是齿洪郡主独自一人 身边没有杨若须陪同 苏子墨出门 将是洪郡主迎了进来 苏子墨两人进入洞府没多久 在不远处 一片樱花丛中 突然飞出一只雪白蝴蝶 这只蝴蝶隐藏在此地 身上的颜色 几乎与这片樱花丛融为一体 不分彼此 根本察觉不到 雪白蝴蝶冲着苏子墨的洞府 美好奇地哼了一声 便朝着书院真传之地的方向 急驰而去 洞府中 赤洪郡主刚刚落座 便开口说道 苏师兄 星成哥哥那边找到 藏业真仙和风子一两人了 苏子墨心神一阵 连忙问道 他们在哪 赤生是死 两人都还活着 在苍云山附近 赤洪郡主持一少许 道 不过 藏业真仙似乎身受重伤 状态不太好 由风子一照顾着 苍云山 苏子墨立即拿出神霄仙玉的地图 寻找出苍云山的地点 苍云山不在三大仙国和四大仙宗统治的疆域之内 属于一片蛮荒无主之地 帮我多谢清成兄 等有时间 我必会亲自登门拜谢 苏子墨担心风子一两人的安危 收起地图 准备动身 即刻前往苍云山 你先别急 听我说完 赤洪郡主连忙按住苏子墨 审声道 清成哥哥那边知道风子一两人的手段 所以没敢进身惊动两人 只是在远处看着 而且清成哥哥还发现 除了他之外 大进仙国的行路位 也盯上了风子一两人 苏子墨微微眯眼 道 若是藏业真仙重伤 肯定是有真仙强者出手 正是如此 赤洪郡主道 所以 我才让你再等等 不要轻举妄动 清成哥哥那边你也清楚 他只是普通郡王 身边没有什么真仙强者的保护 更无法调动炎阳仙国的真仙强者 他肯定挡不住大进仙国的真仙 若须已经知道此事 他正在书院的真传之地召集人手 尽量再找几个书院的真传弟子随行 我们一同前往 即便遭遇到大进仙国的真仙强者 也能多一分机会将人救下来 苏子墨深吸一口气 渐渐镇定心神 这件事便促极大 只是凭借他的力量 确实无法应付 赤红郡主突然心叹一声 道若须刚刚拜入真传之地 结识的真传弟子不多 未必能召集到多少人 其实 这也正常 杨若须刚刚踏入真一镜 修为还是归一旗 属于真一镜的最底层 结识相交的真传弟子 大多也都是这个境界的 更何况 之前杨若须与月华渐仙之间 有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 很多真传弟子都必而远之 再者说 这属于苏子墨的事 除了杨若须 其他的真传弟子跟苏子墨都没接触过 很是陌生 封子一两人对书院的真传弟子 就更是完完全全的陌路人 没有一点关系 如非必要 谁会跑到苍云山那么远 去帮助两个完全陌生的人 就在此时 是红俊主神色一栋 从橱物袋中拿出一道传讯玉符 起身道 若须那边准备好了 我们走 在书院山门前集合 第二千四百五十五章 为何躲着我 我们也去 柳平主动站出来 想要跟着苏子墨一同前往 不行 苏子墨想都不想就直接拒绝 审生道 你们两人就在书院中好好待着 哪都不许去 两人修为境界不高 就算跟过去也没什么用 再者说 苏子墨不想再让陶妖涉险 在神霄仙狱中 恐怕没有什么地方 比乾坤书院更加安全 公子 你 陶妖神色有些担忧 欲言又止 赤红郡主在一旁安慰道 你们放心吧 这次有若须等书院真传弟子出面 不会有什么危险 这并非赤红郡主托大 盲目自信 乾坤书院身为七大天级势力之力 门下真传弟子在神霄仙狱中 不说是横着走 也没什么人敢去主动招惹 除非有什么深仇大恨 书院的真传弟子 与其他各大天级势力之间 也很少爆发冲突 而且 就算发生争斗 也是大家各凭本事 不会有什么先王出面镇压另一方 毕竟各大天级势力的背后 均有先王坐镇 若是有一方主动打破平衡 很容易让局势升级 甚至是失控 演变成先王级别的大战 那样对双方都没好处 得不偿失 像是乾坤书院这边 有书院宗主坐镇 算无一策 同阶之间的争斗厮杀 书院宗主自然不好出面干预 但若有先王对书院真传弟子下黑手 很难瞒过书院宗主的察觉 走吧 苏子墨说了一声 当先朝着外面行去 如非必要 迫不得已 无法破绝的情况之下 他不会惊动武道本尊 两大真身各自修行 每个人的机缘道法也各不相同 若是什么事 都要惊动武道本尊 那他这句清廉真身也不必修行了 更何况 两大真身之间 若是经常出现在同一个地点 必会惹人怀疑 千年前 武道本尊只不过跑于萧仙玉大闹一场 就被书仙云竹看出破绽 若是这样多来几次 怕是连墨清师姐这样心思单纯的人 都会察觉到两人之间的问题 没过多久 苏子墨和赤红郡主抵达书院山门前 杨若须和三位真传弟子 已经在山门口等待 杨若须上前一步 审声道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三位分别是清静真仙 浮光真仙 华成天 三位均是真传之地的师兄 这三位真仙散发出来的气息 与杨若须相差不多 不出意外 三人应该都是归一起的真仙 苏子墨道没想太多 不管怎样 三位书院师兄肯出面帮忙 对他来说已经是莫大请义 在下苏子墨 拜见三位师兄 苏子墨连忙上前 功身行礼 他虽然是书院宗主记名弟子 但毕竟还没有正式拜入山门 身份地位还要在真传弟子之下 华成天三人上下打量着苏子墨 目光中带着一丝审视 你就是苏子墨 清静真先语意莫名地说道 这些年来 你在书院中可是大出风头啊 邻居到新梯第十阶 惊动九大长老 甚至是书院宗主清林 收为记名弟子 这件事让苏子墨在书院中名声大噪 书院弟子很多没见过他 可都听过他的名字 不敢 苏子墨谨慎回了一句 杨若须道 我们现在就走吧 别去得太晚 出什么差错 不急 华成天摇头道 去之前 有些事的先定下来 什么意思 杨若须皱眉问道 华成天道 我们也不兜圈子 就开门见山地说 想让我们三人帮忙也行 我们要的不多 一人一颗无忧果 杨若须脸色一变 大皱眉头 问道 三位师兄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福光真先笑道 杨师弟 我们与这位苏子墨没什么交情 不过就是同门之谊 要点报酬不过分吧 刚才在真传之地 我已经答应给你们足够分量的元临时作为报酬 你们也同意 杨若须强压着心中怒气 沈圣道 眼下即将出发 你们又张嘴要无忧果 是向未免太难看了吧 杨师弟 注意你的言辞 华成天神色一冷 道 你与月华师兄不合 书院人尽皆知 我们三得肯来帮你 已经冒着不小的风险 都要些报酬 也是理所应当 正是如此 福光真先道 而且此行肯定不简单 说不定会有什么凶险 否则你一人就可以 又何必找我们三人 清静真先望着苏子墨 轻笑道 苏师弟 我们要的东西 并不过分 你当初用无忧果救下杨师弟 身上肯定还有 赤红郡主毕竟是那门弟子 虽然心中不愤 却也不好开口说话 只是冷着脸 暗骂几声无耻 苏子墨突然笑了 点点头 也没有隐瞒 坦然道 我身上确实还有无忧果 华成天三人眼前一亮 但苏子墨话锋一转 冷笑道 但我不会给你们 华成天三人脸色一沉 杨若须上前一步 站在华成天三人的对面 大声道 不错 此时万万不可妥协 苏兄不必担心 我就不信 我杨若须一人便救不了人 其实 并非是苏子墨舍不得无忧果 只是华成天三人的贪婪嘴脸 让他感觉一阵恶心 就算他现在给三人无忧果 等到了地方 恐怕三人还会索要更多的东西 清静真仙冷笑一声 道 杨师弟 你不过是归一旗真仙 真以为自己能抵得过千军万马 华成天冷冷地看着苏子墨 再度威胁道 苏子墨 别怪我们没给你机会 到时候 救不了人 你们可就追回莫及了 苏子墨 你终于出关了 就在此时 不远处传来一道女子的声音 带着一丝冰朗 一丝怒火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位爵士家人踏空而来 仿佛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子 飘逸出尘 正是画仙墨青 苏子墨见到墨青师姐 心中一慌 眼神有些闪躲 华成天三人平时在真传之地 都很难见到墨青仙子 近日的见 君是又惊又喜 与此同时 三人也都能感受到墨青仙子身上隐隐压制的怒气 不禁偷偷冷笑 幸灾乐祸起来 这个苏子墨得罪墨青师姐 有他受的了 杨若须 是红郡主两人对视一眼 都是隐隐担忧 转眼间 墨青来到苏子墨近前 有些恼火地瞪着苏子墨 唯唯咬牙 墨拳直问道 这些年来 你为何躲着不见我 旁观众人听到这句话 全都愣住 目瞪口呆 第2456张 有你什么事 等等 这是什么情况 华成天三人有点发萌 眼中尽是不可思议之色 墨青师姐看上去确实很生气 但这种语气 配合方才那句话 怎么听都像是透着一丝忧怨 画仙墨青 四大仙子之一 最新画道 性情淡然 在众人心中 完全就是高高在上 不染红尘的仙子 怎会流露出这般姿态 而这种姿态 对华成天等人来说 显得更加动人 原本的画仙 只可远观 不可触碰泄毒 但如今 墨青师姐好似降临凡尘 来到他们的身边 变得真实许多 这个苏子墨又是什么意思 墨青师姐登门拜访 她还故意躲着不见 这要是换作旁人 怕是要激动 第几天睡不着觉 但很快 华成天三人就想到一种可能 书院众人都清楚 月华师兄对墨青师姐仰慕已久 这个苏子墨肯定也是惧怕 月华师兄的威名 才会对墨青师姐病而不见 想到这里 华成天三人的心中 又忍不住感慨一生 这个苏子墨倒是聪明得很 若是他真跟墨青师姐走得太近 下场肯定会很惨 杨若虚 是红郡主也是神色古怪 两人对视一眼 虽然一语未发 但心有灵犀 都能看懂对方眼中流露出来的信息 若虚 苏师兄和墨青师姐好像 我刚刚明白过来 之前在先宗大选 书院外门 墨青师姐的那两次出手 根本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苏兄 你这样一说 好像有点道理 这误会害得我 莫名其妙的被月华师兄恨了这么久 到现在 月华师兄看见我都没什么好脸色 月华师兄要是知道自己恨错了人 怕是非都要气炸了 嘻嘻 两人同时想到这里 又暗中替苏子墨担忧起来 苏子墨虽然是记名弟子 但站立上比月华剑先差得太远了 更何况 月华剑先在乾坤书院修行多年 积累的名望势力 远非苏子墨所能比拟 整个场面 因为莫青先子的一句话 瞬间陷入一种诡异的瓶颈 仿佛时间静止 杨若须倾壳一声 打破沉默 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苏子墨反应过来 连忙解释道 莫青师姐 真是对不住 这些年来一直在闭关修行一种秘法 无法中断 并非故意躲着不见 莫青刚刚说出那句话 就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其实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去找苏子墨无果 并未多想 只当是苏子墨在闭关修行 无法分心 但连续七八次吃了闭门羹 他的心思就算再单纯 也已经反应过来 不经心中暗恼 他原本也打算 今后不再理会苏子墨 但很多时候 他越想越气 无法静下心来 便再度登门 想着找苏子墨当面对质 问个明白 三天前 再度碰壁之后 他特意将兵蝶留在苏子墨的洞府附近 暗中观察 果不其然 刚过了三天 是红郡主拜访 苏子墨就亲自跑出来迎接了 墨青忍了千余年 好不容易逮到苏子墨 自然要跑过来问个清楚 等他问出口 才意识到周围有外人在场 自己的反应有些过激 立即就后悔了 虽然他知道 苏子墨刚刚的解释仍是在敷衍 却不再说话 你撒谎 怎料 墨青肩膀上的冰蝶突然口吐人言 道我都看到了 你刚刚拒绝完我们 三天之后 就火蹦乱跳地跑出来迎接别人了 苏子墨嘴角抽动 心中强忍着上前一把捏死这只蝴蝶的冲动 尴尬地笑道 真是巧合 刚好出关 呵呵 这只冰蝶仍要继续追问 帮墨青出气 墨青却开口说道 小蝶 行了 此事日后再说 见墨青主动放弃追问 苏子墨才如是重 负 暗中擦一把汗 你们这是要去哪 墨青淡淡问道 提及此事 苏子墨神色一宿 审圣道 我有两位故人遇到危险 正准备前去救援 说到这 苏子墨心中一动 若是能请墨青师姐出面 比华成天三人强百倍都不止 华成天三人不过是皈翼其真仙 墨青师姐早已经修炼到空明其真仙 皈翼 天人空明洞虚真仙四重境界 墨青师姐距离最后的洞虚旗 也只有一步之遥 转念至此 苏子墨问道 墨青师姐 不知道你是否有空 要不随我们一起去那边看看 墨青不答 只是静静地看着苏子墨 嘴角似笑飞笑 这种眼神 看得苏子墨心中一阵发慌 冰蝶横横一声 暴交地说道 不行呢 我们没空 还得闭关修行 无法分心落 华成天也冷笑一声 激凤道 苏师弟 你这些年来 故意躲着墨青师姐不见 如今遇到事情 反倒来张口求人 未免太不要脸了 你说我们无耻 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厚颜无耻 苏子墨怂怂间 这次他倒没有反驳 其实 他刚刚问完这句话 就已经后悔了 有你什么事 墨青突然开口 冷冷地看着华成天 我 我 华成天神情将注 被墨青一句话对蒙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墨青不再理会他 从储物袋中拿出一艘画坊 转头看向苏子墨 道 上来 这艘画坊在半空中迅速地变大 形成一艘灵舟 散发着淡淡的幽香 令人迷醉 多谢师姐 苏子墨心中大喜 连忙到一声谢 登上这艘精致漂亮的画坊灵舟 杨兄 赤红郡主 你们也上来啊 苏子墨回头见杨若须和赤红郡主 还愣在原地 下意识地招呼一声 这 杨若须神色迟疑 苏子墨不知道这其中缘由 但他却清楚 画仙墨青的画坊 哪是什么人都能上去的 目前为止 连月华剑仙都没机会 上来吧 我来操控画坊 速度能快一些 墨青没有去看杨若须两人 淡淡地说道 杨若须和赤红郡主对视一眼 轻疏一口气 同时纵深 登上这艘画坊灵舟 搜 画坊灵舟化作一道神光 转眼间 消失在乾坤书院的山门前 只留下华成天 三人在风中凌乱 绣着画坊余香 满脸羡慕 第2457张绝无影 苍云山 山脚下 有一壮矮小简陋的茅草屋 里面传出一阵特殊的气味 像是草药混合着血腥气 紫衣 你现在就走吧 不要管我了 屋内 一位老人斜靠在床头 脸色苍白 虚弱地说道 我心中不安 已经嗅到危险气息 老人身受重伤 气血衰竭 已经完全失去战力 但他修行多年 对危险还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应 像是本能一样 师尊 你安心养伤 到时候我们一起走 老人身前 跪着一位紫衣女子 唯唯垂首 低声说道 这两位正是藏业真仙和封紫衣 封紫衣虽然低垂着头 但藏业真仙还是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悲伤 咳咳咳 紫衣 你不要难过 藏业真仙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呼吸沉重 道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这伤好不了 我原本就受缘无多 就算没受伤 也活不了几年 如今 无非早走一步 真仙寿远五十万载 我非生以来 当年与你爷爷在神霄仙玉 也曾有过一番风光 只差一步 成就大业 这一生 对我而言 已经足够 只是今后 无法再去摩浴辅佐丰兄了 算是一个遗憾 丰子一面无表情 他自幼失去双心 而且是亲眼看到双心惨遭毒手 这在他的心灵上 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 从那之后 他就变得沉默寡言 再加上修行影沙门的诸多功法 整个人变得更加冷漠 对每个人都充满着戒备 他似乎已经失去恐惧 悲伤 欢笑 种种一切的能力 纵然此时他心中难过 不愿离去 也没有表露出来丝毫情绪 他只是有些直傲地守护 在藏叶真仙的身边 即便他也知道 两人在这里停留的时间越久 就越危险 藏叶真仙突然叹息一声 道 丰兄当年被困在绝雷城 我没能保护好云州和玄宿 这些年来 我心中始终有愧 师尊 那不怪你 听到这两个名字 封紫义的内心 仿佛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一下 封云州 陆玄宿 便是他的父母 藏叶真仙道 紫义 你去摩狱 现在就去 有丰兄在 并能护你周全 你是他在这世间最后的亲人 也是唯一的亲人 今天 你们谁都走不了 就在此时 屋外传来一道声音 有些冷酷 方向飘忽不定 仿佛无处不在 听到这个声音 藏叶真仙脸色为变 下意识地握拳 陡然 一阵狂风刮过 这座茅草屋不堪冲击 轰然倒塌 风子一激荡起一团元气 互助藏叶真仙 很快 尘埃散尽 只见半空中 有数十道身影踏空而立 气息强大 战位看似松散 但已经将此地团团围住 为首之人头戴斗笠 一张黑布遮挡住面容 只露出一对人狭长冰冷的双眼 神霄仙玉 三大剑仙之一 绝无影 远处的天际 还有数千行路天位正朝此地 及时而来 即将抵达 看到这样的阵仗 藏叶真仙的眼中 有些绝望 没机会 即便他在巅峰状态之下 也很难与风子一逃出这样的包围 藏叶真仙强撑着一口气 缓缓起身 望着半空中为首的那德斗笠男子 道 绝无影 我这条命 今日就交给你了 但念在你我曾经师徒一场 你给他一条活路 这个孩子只是三阶天仙 根本威胁不到你 藏叶真仙看向身边的风子一 喘息着说道 世尊 不必求他 风子一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一点你放心 至少他现在死不了 绝无影道 我们会用他 来引风残天露面 到时候 送他们也俩一同上路 绝无影说话的时候 也没有丝毫情绪 绝无影 藏叶真仙用力喘一口气 突然大声沥喝 当年 我见你可怜 才将你救下来 传你一身本事 没想到 你竟是个忘恩负义 卖主求荣的狗贼 当年若非你背叛残业 悬宿怎会落入大镜手中 那一战 云州也就不会败给晋王世子 绝无影蒙面 头戴斗笠 旁人也看不到他的脸庞 只不过 他露在外面的狭长双眼 明显变得更加凌厉 绝无影道 老东西 当初是你们太过天真可笑 居然想要创建什么残业 来对抗大镜仙国 以卵及时 躺必当车的事 我绝不会干 你们想要自己找死 可别拉上我 我还不想死 藏叶珍先闻言 不禁痛骂道 忘恩负义的狗贼 你绝不会有好下场 是吗 绝无影淡淡道 只可惜 你看不到了 我今天就先宰了你 等等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紧接着 数百位修士急驰而来 为首之人 虽是男子之身 却生得极为好看 正是炎阳仙国的谢清成 他早就在附近盯着 始终没露面 他这数百位修士 全都是天仙强者 没有一位真仙 与大镜仙国这边相比 实力差距悬殊 所以 他才没有第一时间现身 但如今 见到藏叶真仙有危险 谢清成也顾不得许多 只能硬着头皮站出来 不出意外 乾坤书院的人 应该正往这边赶 他要尽可能地拖延时间 无关人等 最好别多管闲事 绝无影瞥了一眼谢清成 冷冷地说道 他早就发现谢清成等人 却没有点破 因为这些人在他眼中 根本不算什么 毫无威胁 谢清成唯唯一笑 对着大镜仙国的一众 真仙强者拱拱手 扬声道 在下谢清成 掩扬仙国郡王 此番前来 是有要事 想要请藏业真仙和这位封姑娘 前往炎阳仙国的王城走一趟 藏业真仙和风紫衣 看了一眼谢清成 心中有些迷惑 这位好看的郡王 两人根本不认识 不知道为何会突然现身 而且 这位谢清成似乎是站在他们这边 不用搬出什么炎阳仙国 什么郡王的名号 绝无影淡淡道 你身边连一个真仙都没有 若是我没猜错 你不过是个闲散郡王 谢清成被人堪破虚实 神色不变 心中却暗暗叫苦 第二千四百五十八章 你们好吵 炎阳仙王妻妾成群 子嗣众多 传言有数百之众 但凡是王族血脉 君可封为郡王郡主 但郡王之间 身份地位的差距极为明显 大晋仙国共有十六郡 一千多座仙城 炎阳仙国有二十三郡 两千余座城池 只有统一一方郡城的郡王 才算是炎阳仙国真正拥有权势的郡王 而其余的郡王郡主 只不过有个名分 便是贤侄郡王 当初死在五道本尊手中的谢天宏 便是坐镇一方 林霞郡的郡王 全是滔天 身边不但有真仙强者守护 也可以调动一定数量的真仙 而贤侄郡王如谢清城 最多只能招揽一些天仙 更无权指挥仙国的真仙强者 三大仙国的情况 都相差不多 像是在炎阳仙国 若是有十权郡王之位空缺出来 炎阳仙王甚至会让 膝下的骨肉血脉相互争斗 在众多子嗣 重选出最优秀的继承者 正因为贤侄郡王 与真正掌控疆域的郡王地位差距悬殊 所以 绝无影才没有将谢清城放在眼中 把封紫衣带走 那个老东西留给我 绝无影冷冷地说道 下方一众行路未听命 朝着封紫衣围了过去 谢清城暗自皱纹 深吸一口气 带着身后的数百位天仙 挡在封紫衣两人的身前 对形路未对峙起来 谢清城 你别挑战我的耐心 绝无影道 我再说一遍 无关人等 不要多管闲事 谢清城笑了笑 道 无影上仙 还请您高抬贵手 放他们一条生路 我保证 他们今后绝不会在神霄仙玉出现 小心 就在此时 葬叶真仙突然出声提醒 扑 还没等谢清城反应过来 他就感觉到胸口传来一阵剧痛 喷出一道血溅 体内气血迅速地衰败下来 谢清城捂着胸口 闷横一声 没有人看到绝无影的出手 但他的胸口 已经被冻穿 心脏炸裂 而且绝无影留下的这道创伤 还残留着一缕真元剑气 让他的伤口在短时间内无法修复愈合 谢清城身体微微战斗 面无血色 已是满头大寒 但他还是强笑一声 不愧是三大剑仙之一的无影剑 无影无踪 无声无息 这只是给你个教训 绝无影居高临下 狭长的双眼俯视着谢清城 道 再有下次 一剑刺穿你的元神 原来神霄三大剑仙的绝无影 竟是个以大欺小之辈 就在此时 伴随着这道声音 一艘精致的画仿灵周破空而来 转眼间 便来到镜前 画仿之上 站着三个人 两男一女 见到来人 谢清城心中略安 子一 快看 藏叶真先见到画仿上的一个人 浑浊的眼眸中 竟略过一抹亮光 是他 封子一侧目望去 看到画仿上的那个青山书生 如同古景般的内心 竟泛起一丝波澜 画仿上的三人正是苏子墨 杨若虚和赤红郡主 乾坤书院 绝无影目光扫过苏子墨等人腰间的宗门令牌 神色不变 清兰一生 清城哥哥 赤红郡主见道谢清城的样子 脸色一变 惊呼一声 从画仿上一跃而下 跑了过去 谢清城勉强笑了一下 道我没事 回去调养一下就好 谢兄 苏子墨身形一动 也来到谢清城的旁边 神色担忧之中 还压抑着强烈的怒火 谢清城受伤之下 仍是故作轻松 打趣着说道 你们总算来了 若是再不到 我就真撤了 谢了 苏子墨心中感动 嘴上没有多说 却将这份情意牢牢记在心底 若非谢清城 他根本寻找不到封紫衣两人 更何况 谢清城为了拖延时间 还以身犯险 遭到连累 身受重伤 其实 苏子墨只是嘱咐谢清城找人 谢清城与封紫衣两人又素不相识 就算他不出面阻拦 苏子墨也不会有半分责怪埋怨 但谢清城还是站出来了 他的外表或许柔弱 但骨子里 却是侠肝一胆 苏子墨来到封紫衣两人的身前 望着精神虚弱的藏业真仙 不禁皱了皱眉 脸色有些难看 以他的眼力 自然能看得出来 藏业真仙已经是尤禁灯枯 再加上身上有伤 藏业真仙随时都可能隐落 饺子 你来了 藏业真仙嘴角微微抽动 努力挤出一丝笑容 封紫衣没有说话 却深深地看了苏子墨一眼 苏子墨审声道 前辈 你们不必担心 我带你们离开 我已是将死之人 不必管我 藏业真仙道 你将紫衣带走 照顾好他 乾坤书院什么时候 这么喜欢多管闲事 一位大静真仙突然吃笑一声 道 就凭你们三个 还想在我大静仙国的手中抢人 杨若虚来到写清诚的身边 出手按住他的胸膛 想要将绝无影 在他体内留下的真元驱除出去 但连续尝试几次 都没能成功 绝无影乃是动虚其的真仙 而杨若虚只是归一其真仙 双方相差太多 绝无影望着杨若虚的举动 道刚才说我已大欺小的就是你吧 与你的修为 也想除掉我留下的真元剑气 呵呵呵 书院中人 都是这么不知天高地厚 这人谁啊 看着眼生 都没见过 看他的修为境界 估计刚成为书院真传弟子不久 刚刚踏入真一镜 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告诉你一件实事 你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其余的几位大靖仙国的真仙 发出一阵倾笑 神色嘲讽 你们好吵 突然 画坊灵州的房间内 传来一道声音 虽然声音中难掩 对大靖仙国众人的嫌弃贤物 却极为动听 紧接着 一位女子走出画坊 站在船头 清风徐徐 女子依昧飘动 身姿绰约 秀发乌黑 挽着垂挂记 宛如古画中走出来的九天仙女 美帝动人心魄 天光失色 方才的绩笑 思雨 在刹那间消失不见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这位女子的身上 再也移不开 第二千四百五十九章画展真仙 四大仙子之中 画仙是最为神秘的一个 平日礼身居简出 线少露面 很多人都没见过 在场众人只觉得画坊上的这位女子生得好美 站在船头 一动不动 就仿佛与周围的环境结合成衣服 绝美帝画卷 画仙 绝无影虽然也没见过画仙真容 但看到这位女子腰间的宗门令牌 还有她脚下的画仿 很快推测出来 不要说乾坤书院 就算是在整个神霄仙玉 能有这般容貌气质的 也是屈直可数 她就是画仙墨清 行路位之中 一位行路位统领审声道 当初我在仙宗大选的时候 有幸见过她一面 这位行路天位的统领正是孤星 当年随缘左郡王一同前往仙宗大选 追杀苏子墨 居然是墨清仙子 怪不得 这事居然惊动画仙出面 今天没白来 非黑 大进仙国的众多修士望着墨清的眼神 带着一丝炙热 悄悄议论起来 就连猝食为真仙都下意识地看向绝无影 若只是一个乾坤书院的杨若虚 他们自然不会放在眼中 可以尽情嘲讽 但面对画仙墨清 众人的心中 还是有些顾忌 墨清月下画仿 来到写清诚的身旁 伸出仙仙束手 再写清诚的胸膛虚暗以下 一股强大奇异的真元涌入其中 将绝无影留在她体内的剑气真元 渐渐驱逐出去 绝无影道 画仙墨清 久仰了 墨清没有看她 只是看了一眼苏子墨的方向 淡淡说道 那两个人我要带走 绝无影沉默少许 才道 恐怕不行 封紫衣关系重大 是引出封残天的关键 解决掉封残天 斩草除根 一劳永逸 对晋王和大晋仙国来说至关重要 他不可能任由封紫衣离去 墨清神色不变 问道 我若偏要带他们走呢 那就对不住了 绝无影眼中古井无波 道 在下正好想见是一番化仙的手段 绝无影虽然背叛残业 加入大晋仙国之后 又得到机会修行诸多道法 但他的根基 仍是刺杀之道 在绝无影的心中 根本没有怜香习玉这四个字 话不投机 只是三言两语 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 杨若须对着苏子墨暗中传音 子墨 一会儿若是爆发争斗 你带着他们尽快离开 我和墨清师姐联手 尽可能地突延 这个绝无影很难对付 苏子墨传音问道 此人与岳华师兄 还有御风官的春风剑仙 并称为神霄三大剑仙 战力在神霄真仙中能排进前十 杨若须道 墨清师姐已化出名 他还没修炼到最后一步的洞虚 战力肯定比不过绝无影 不过听门墨清师姐手中有一本画册 若是将这画册全部撕碎 应该能暂时阻拦住他们 半空中一位大镜真仙眼珠一转 突然倾笑一声 道听门话先墨清语书院弟子杨若须有染 原本我还以为是传言 今日一见才知传言非虚 这位真仙强者顾忌众师 打算学琴仙梦瑶那般 直接拿此事来攻击墨清的道心 若换作以前 墨清定会上当 或辩解澄清 或暗中恼怒 从而落入对方的陷阱中 越陷越深 直至道心漏出破绽 但有过阿比地狱的经历 墨清已非当年 听见此人的嘲讽 墨清神色淡然 仰头望着那位真仙 只说了四个字 江山如画 墨清催动道果 脑后绽放出一道道光阴 微微抬手 哗啦周围的锦绣乾坤 万里和山 在刹那之间 形成一幅震撼世人的画卷 朝着这位真仙镇压过去 谁都没想到 墨清二话不说 竟对大靖先国的真仙 抢先出手 而且 直接爆发出自己 在画道之中 感悟出来的绝世神通 一出手 便是杀招 毫不留情 别说是大靖先国的一众真仙 就连苏子墨 杨若须都没反应过来 这种感觉 就好像一个平时沉默寡言 与世无争的女子 突然抱起杀人 表现得如此强势 谁能料到 你 这位真仙连忙 祭出本命领宝 抵挡在身前 都来不及释放绝世神通 轰 江山如画镇压下来 墨清入目之处的维厄山川 绵延河流 悬挂瀑布 千里烟波 浩渺云雾 草木众生 飞禽走兽 进入画卷 融为一体 扑 这位真仙的修为不高 只是归一其真仙 哪能扛住这种力量的冲击 此人如遭雷击 浑身大震 吐出一口鲜血 纵然隔着本命法宝 江山如画的力量 也彻底将他体内的生机震碎毁灭 此人双眼无神 目光暗淡 和手中的本命领保 一起重重地摔在地上 当场身影 墨清强势出手 直接斩杀一位大镜真仙 世间有人傍你 欺你 辱你 笑你 欺你 见你 饿你 你无需忍让 也无需辩解 我该怎么办 杀了他们便是 墨清出手之时 脑海中就回想起 当初荒芜对他说过的话 从那一刻开始 他就明白一件事 很多时候 面对一些恶人 他根本没必要去自证清白 软弱 退缩躲避 忍让 只会让对方的寸进尺 舵舵逼人 他不必解释 不必忍让 唯有一战 就算无法杀掉对方 也要打倒他们 打怕他们 让这些人感到恐惧忌惮 不敢再胡言乱语 果不其然 莫清出手 斩杀大靖先国的这位真仙 其余人 骇然变色 连忙寄出各自的通灵法宝 死死兵着他 神色戒备 再无一人 敢对他说三道四 绝无影脸色阴沉 冷冷地说道 你以为 凭你和杨若虚两个人 就能挡住我大靖在场的真仙 我告诉你 就算你撕碎你画册上的所有画卷 也毫无用处 我绝无影要留下的人 谁都带不走 莫清直接将自己的画册挤出来 拿在手中 微风拂过 翻过一页页画册 上面各种各样的强大声灵一一掠过 散发着恐怖气息 理可以试试 莫清拖着画册 依然不惧 大不了 他就将这画册全部撕碎 来葛玉石剧焚 可 绝无影突然笑了下 道 莫清仙子 来而不往非离也 既然你杀我大靖一人 我就让你们乾坤书院还一条命 第2460章全身而退 不好 莫清心中一尘 这些年来 他浏览过不少修真界的信息 自然听过无影剑的手段 绝无影 当时最负盛名的刺客 曾越即刺杀过多位强大真仙 在九霄仙玉乃至整个天界 都有着不小的名声 他的战力 或许不属于真仙中的最顶尖 但即便是真仙榜上的强者 对他也是极为忌惮 在场的书院中人 真仙只有两位 他和杨若须 莫清相信 绝无影还不敢伤他性命 那绝无影的目标 就只剩下一个 杨若须 动虚其真仙的刺客 对一个皈依其真仙刺杀 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可言 杨若须必死无疑 电光火时间 莫清的脑海中 闪过这些念头 他毫不犹豫 第一时间寄出一副古旧的画卷 朝着杨若须的方向扔了过去 这是他在阿比地狱得到的宝物 神鬼仙魔徒 绝无影的刺杀 无声无息 无影无踪 若是等他察觉到再出手 肯定就来不及了 莫清只有提前预判 做出选择 神鬼仙魔徒瞬间展开 将杨若须围在其中 画卷上有四道身影 其中有三道笔法暗淡 线条模糊 看不真切 但其中一道身影 金法闭眼 浑身上下绽放着万丈金光 戏血澎湃 目光如炬 栩栩如生 虽然只是画卷上的一道身影 却散发着无穷威压 神族 不少真仙强者看到这道身影 均是神色一变 惊呼出声 神族的特征极为明显 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众多真仙甚至怀疑 若是有人靠近 威胁到杨若须 这幅画卷上的神族会直接跑出来 扼杀一切威胁 当初在阿比地狱 白骨关的一位古魔 只是与神鬼仙魔图上的这道神像对视一眼 当场就瞎了眼 这道神像的强大 可见一般 这些年来 莫清三物神鬼仙魔图 也只是将神像领悟 后面还有鬼像 仙像 魔像未曾领悟 呵呵 半空中 突然传来一声痴笑 充满着机缝嘲弄 这是绝无影的笑声 而且 他已经消失在原地 这个天界最可怕的刺客 已经出手 但围绕在杨若须的神鬼仙魔图 并没有任何动静 上面的神像 也没有反击的举动 莫清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内心渐渐沉入谷底 面无血色 绝无影的目标 或许不是杨若须 而是 苏子墨 听说此词与袁左郡王水火不容 还得罪孟瑶郡主 今天我就宰了他 算是送给孟瑶郡主的一个礼物 绝无影的声音响起 他的刺杀也已经降临在苏子墨的身上 没有人想到 绝无影会对苏子墨出手 一来 苏子墨只是一个天仙 像是绝无影这样名声显赫的强者 刺杀一个天仙 就像是牛刀杀鸡一般 大才小用 完全没必要 二来 莫清斩杀的是大晋仙国的一位真仙强者 所以 当绝无影说出 要让乾坤书院一人偿命之时 众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 绝无影也会刺杀一位书院的真仙 这样双方才算对等 但刺客的行为 本就不能以常理多知 刺杀之道 讲究出其不意 略是出其不意 刺杀的成功率就越高 子墨小心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便是藏业真仙 同为刺客 绝无影的刺杀之道 都是藏业真仙传授的 他自然能察觉到绝无影心中所想 但他身受重伤 已经由静灯窟 别说出手相助 就连反应都慢了许多 甚至 比苏子墨的反应还慢 因为 就在绝无影将要出手之时 苏子墨的灵觉突然疯狂的示警 他感应到强烈的危机感 死亡气息如此浓烈 几乎令他窒息 这或许是他飞升到上界以来 遭遇过的最大凶险 来自顶级真仙强者的刺杀 太快了 苏子墨看不到绝无影的身形 更别说他的出手方向和轨迹 但他知道 绝无影已经出手 更为关键的是 虽然杨若虚 莫清师姐都在场 但却没有人能帮助他 等两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恐怕他已经沦为一具死尸 顺移 他的身形和气机 已经完全被绝无影锁定 在真仙强者的威压之下 根本无法顺移 而真龙九闪的释放速度 比顺移还要慢一分 完全来不及 连真龙九闪都不行 凭借什么缥缈之意 大鹏羽翼 纵地金光等一众神通 就更来不及 没等他将这几道神通 全部释放出来 绝无影就已经将他杀了 就算他想要舍弃这具清廉真身 原神出鞘 都快不过绝无影的剑 归根结底 还是双方实力相差巨大 他的诸多底牌 在绝对力量面前 几乎沦为摆设 更何况 对于绝无影这样的顶级刺客来说 一旦出手 就必尽全力 他不会因为对手的弱小 就有半点轻视之心 所以 绝无影数一出手 就将苏子墨的所有退路生机 彻底断绝 他要一击必杀 扑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苏子墨的眉心 被一箭洞穿 绝无影的身形 突然显化出来 完了 杨若虚心神大战 双拳紧握 神情悲痛 太快了 整个过程疏来缓慢 但其实不过一瞬之间 只是众人动一动念 绝无影的剑 就已经将苏子墨的头颅洞穿 墨青眼中一暗 世间不会有什么奇迹 绝无影既然出手 就定会封杀苏子墨的所有生机 想要活下来 首先的提前察觉到绝无影的杀机 还要判断出这一剑的方向 还要有能力摆脱这一剑的追杀 这种种的一切 别说是天仙 就算是真仙强者也做不到 无影剑 无影无踪 无声无息 即便是他 也只能勉强捕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痕迹 换言之 绝无影这一剑若是对他出手 他都无法保证自己能够全身而退 但墨青的这些念头刚刚闪过 便突然轻轻皱眉 发觉一丝异样 这一剑刺穿苏子墨的头颅 竟然没有丝毫血迹 战场之上 似乎发生了某种意想不到的变数 砰 苏子墨的身躯 突然炸裂 没有任何血肉 这道身躯化作一道道青色霞光 消散在天地间 紧接着 苏子墨的身影 又突然出现在墨青的身边 虽然看上去脸色苍白 似乎吓得不轻 但生命气息强大 完好无损 苏子墨没死 竟然从绝无影的剑下逃出生天 众人瞪大双眼 满脸震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